第1481章一件土鬼 在凌晨扶住红叶身体的刹那 那从青面鬼口中喷出的黑色光柱 也是陡然轰射而至 然而就在这时候 凌晨方才是缓缓抬头 他仅仅是抬其手掌 张开五指 就这般看似随意递挡在了身前 接住那一道悍然轰射过来的黑色光柱 找死 青面鬼那同龄居眼中浮现出一抹残忍之意 区区凡人 竟想要肉身来挡他的攻击 怕是不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 哼 黑色光柱速度奇快 眨眼之间 便轰在了凌晨的手掌之上 恐怖无比的波动 顷刻间疯狂席卷了开来 将整个方圆百米的区域都是笼罩了在内 化为了一片黑色海洋 唐碧当车 黑泽秦明同样是冷笑了一声 就算是凌晨全胜状态 怕都不会是青面鬼本尊的对手 更何况 现在凌晨的状态 就犹如一只桑家犬一般 怎么可能挡得住青面鬼本尊的攻势 然而下一刻 他脸上的笑容便陡然僵住了 因为在那黑光明漫开来后 凌晨的身影从中浮现可出来 却是毫发未损 什么 看着那一步不从黑雾中走出来的凌晨 黑泽秦明等一杆出云神社的人皆是目瞪口呆 感到难以置信 这小子 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这时候 黑泽秦明终于是发现了凌晨身上的异状 后者此时散发出来的气息 哪里还有之前半点虚弱萎靡的模样 分明是跟换了一个人一样 身上散发出一股极为惊人的波动 这股波动 给人一种精神上的强大压迫感 仿佛是来自上位者的波动 根本是不属于凌晨这种级别的存在 这小子究竟是什么来头 此时此刻 就连青面鬼本尊都是一脸惊异地望着凌晨 从凌晨身上释放出来的这股气息 连他都感觉到了一股压迫之感 就算是古女 也给不了他这种感觉 但手就抵御了青面鬼本尊的一击 不远处的风魔天川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心中一阵骇然 看来即便他刚才能够击败红叶 也觉过不了凌晨这关啊 这小子究竟是什么变态啊 在和尚全异性两败俱伤之后 居然还能爆发出如此强大的气息 这股波动 怎么有些熟悉的味道 武功守贺等武功家族的强者 一个个都是目光闪烁 震动不已 从凌晨的身上 他们仿佛是感应到了一股熟悉的波动 这股波动 让他们气血翻涌 体内深处的血脉波动不已 仿佛是被召唤了一般 产生了剧烈的共鸣 仿佛这一刻站在他们面前的并不是凌晨 而是他们武功家族的先祖 那位精彩爵士的大人物 凌晨目光如炬 落在了那青面鬼庞大的身躯之上 淡淡的声音随即传出 在这半空中响了起来 人黄在天元大陆最后的辉煌 便已斩杀你这一尊鬼神 作为谢幕吧 话音落下 嗖的一声 凌晨的身体也是陡然掠向了天际 在那同时 他腰间的灭魂剑也是漠然出窍 一道道黑色纹路向着凌晨的手掌疯狂进行侵蚀 试图对凌晨进行反噬 然而此时此刻的凌晨 却丝毫不受影响 纵然那面魂剑的反噬 先前对凌晨造成了重创 但是现在却已经奈何不了他分毫 然后凌空一挥 恐怖的黑色剑痕便横梗虚空 千丈毁灭剑芒悍然斩下 仿佛要将下方的地面给劈成两半 不好 青面鬼手当其冲 自然感受到了凌晨这一剑的恐怖之处 他头皮一阵发麻 然后双手便陡然撑了起来 凝聚出一道黑色的剧盾 挡在了身前 咚 黑色剑芒斩棘在那剧盾之上 发出一道正耳欲龙般的碰撞声 然而仅在碰撞的下一刻 那一面黑色剧盾被轰然崩碎了开来 而那一道千丈毁灭剑芒 则是狠狠地斩在了青面鬼那庞大的身躯之上 啊 惨叫一声 青面鬼那庞大无比的身体被直接劈了开来 不过剑芒也仅仅是劈到了一半 便无法再继续劈下去 一缕缕诡异的黑芒迅速缠绕之上 犹如一条条小石一般 疯狂地抵消着这一剑所蕴含的恐怖毁灭力量 怎么可能 青面神大人 竟然被一剑都挨不住 黑则秦明一副见鬼的表情 眼下这可是青面鬼的本尊后 这句本尊的实力有多强 怕是足以媲美高阶圣者 如风魔天川 尚全异性这样的一方巨头 都无法和青面鬼的本尊相抗衡 本以为青面鬼一现身 那么接下来必定能够轻易地碾压凌晨和红叶 却不料反而是青面鬼被这一剑斩破了身躯 被压得简直抬不起头来 难道这就是云中军的力量 土玉门两眼发直 目光贪婪地盯着半空中的凌晨 他哪里知道这是人黄燃烧意志的结果 还以为这是云中军传承的力量 让他忌妒到了极点 这么强大的力量 若是到了他的手里 那必定是惊天动地 能让他实力猛涨 甚至超越黑则秦明 成为荧州第一的阴阳师 这样的东西 居然沦落到了凌晨的手里 简直是明珠蒙尘 暴殿天物 那就更不能放过这小子了 黑则秦明眼神陡然一沉 今天为了对付凌晨 他不仅动用了大半出云神社的人马 还用神龛将青面鬼的本尊给召唤了出来 若这样都不能解决掉凌晨 那他们出云神社 今后也没脸在荧州立足了 云中军的传承 古女的力量 八尺穷勾玉 都是他的囊中之物 一念及此 飞则秦明也是默然一咬牙 他手掌一番 从他的手心赫然浮现出了一枚血符 而后他将手掌划破 只见得他手掌筋血挥发而出 悉数地被那血符给吸收了进去 在吸收了这一团精血之力后 那一枚血符也是陡然光芒闪耀了起来 在那半空中散发出一股惊人的血煞气息 在这同时 飞则秦明也是陡然眼中光芒一闪 然后对着其他出云神社的人立声喝道 所有人 立刻将血气注入血符之中 助青面神大人以臂之力 第1482章幽蓝色火焰 那出云神社的众人文言 立刻就纷纷将自己的手掌割裂开来 然后将自己体内的血气释放了出来 形成一道道血光 融入了那半空中的血符当中 被那一道血符给完全吞吸了进去 随着这一道道血光的融入 血符之上 光芒也是陡然奏亮了起来 那等血腥气息 充满了整个半空 去 在吸收了足够多的血气之后 那黑泽晴明也是 漠然一掌格空拍在了那血符之上 陡然间 血符化为一道血光标射而出 以惊人的速度向着青面鬼暴射而去 血光在半空中一闪而逝 随即就命中了那青面鬼庞大的身体 从其背后没入了其体内 消失不见 吼 在吸收到了这道血符的力量后 青面鬼也是陡然扬天发出一声长啸 身上的光芒陡然暴涨 仿佛是得到了一股强大的心生力量般 气势陡增 在那一道道惊骇的目光当中 青面鬼陡然伸出了一双黑色大手 双手和捏住凌晨披展下来的剑芒 然后一点点地将凌晨的剑芒给向着上空撑了起来 一点一点地从他的体内拔出 在那同时 在青面鬼双手和那一道千丈剑芒接触的同时 一缕缕青烟也是从其手掌之间弥漫而出 那千丈掌的剑芒 竟是在被一点点地腐蚀 锋芒有着逐步减弱的趋势 然而面对着这般局面 那身形飘立于上空中的凌晨 却是脸色波澜不惊 眼瞳映射当中 千丈剑芒被寸寸腐蚀 凌晨仿佛是视而不见一般 任由那青面鬼肆虐反扑 可恶 这样都解决不了这鬼东西吗 武功千代望着眼前那一纷纷将剑芒给拔出来的青面鬼 美眸中也是浮现出一抹几净绝望的神色 凌晨现在所爆发出来的实力 只怕是足以比你一尊高阶圣者了 即便是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竟都没办法击败这一尊青面神麻 出云神社可是营州大帝最强大 且是最古老的神社之一 他们的底蕴太深厚了 换作是寻常的鬼神 现在已经被灵晨斩杀了 但是这出云神社 却偏偏能用这种手段 让青面鬼大幅度恢复力量 从而获得翻盘的机会 武功手喝咬了咬牙 眼看着就要赢了 却没想到会在这种节骨眼上 被对方翻盘 他的心中多多少少有些不甘心 小子 就凭你想和本尊对抗 还是太嫩了点 青面鬼一边腐蚀着 凌晨灭魂剑的剑芒 另一边脸上露出冷笑 凌晨这一招虽然恐怖 但他也不是吃素的 等他缓过近来 破掉凌晨的这一剑 后者应该就前驴祭穷了 到时候还不是任他杀寡 是吗 凌晨低头轻瞥了那 那双眸深邃的犹如无尽星空一般 仿佛在那星空之中 燃烧着一团幽蓝色的火焰 一颗颗星辰纷纷被燃烧成灰烬 爆发出恐怖的威力 在那双眸中火焰弥漫的刹那 凌晨也是陡然将灭魂剑给收了回来 然后他默然双手握剑将宝剑凌空插下 维持着这般姿势 而后从他的身上 一团团幽蓝色的火焰也是纷纷汇聚了过来 悉数地注入了灭魂剑之中 这一刹那 几乎所有人皇的意志力量 全部都涌入了灭魂剑之中 陡然间 从灭魂剑中释放出来的压迫之感 达到了一种几乎是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小子感受到这股可怕的压迫 青面鬼那猙獰的脸上也是漠然变色 即便是他 都从这一剑中感受到了莫大的威胁 因此还并未等的凌晨挥剑 青面鬼便已是催动着庞大的身体席卷而上 同时他的胸口位置浮现出一道五芒星图案 一道惊人的黑色光波 从这一道五芒星图案中击射了出去 直接射向天际的凌晨 黑色光波怒射向了半空之中 然而就在其旧要命中凌晨的时候 后者却突然动了 凌晨的手掌只是轻轻一推 他手中的灭魂剑便陡然飞了出去 犹如一道天外飞剑一般 从天而落 灭魂剑只有三尺有余 然而在撞上那一道黑色光波的刹那 却是陡然将那黑色光波给切割了开来 在那一道道震惊的目光中 生生地将那一道黑色光波给切成了两半 眼看着黑色光波被切割成了两半 灭魂剑仿佛势不可挡一般 在劈开了黑色光波之后 便紧接着落在了青面鬼的头顶 直接撕裂了青面鬼的防御 动射进了他的身体之内 灭魂剑命中青面鬼的刹那 一缕幽蓝色火焰 也是陡然在青面鬼的身上飞速弥漫了开来 转眼之间就已经席卷了青面鬼的大半个身躯 不 青面鬼那一双铜铃般的巨眼中涌现出一抹惊恐万状之意 他疯狂咆哮 身上滔天黑气席卷开来 试图扑灭身上那一团团幽蓝色火焰 然而他的这般行径却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效果 那幽蓝色火焰反而在他的身上越烧越旺 最终将他整个庞大的身体都笼罩在内 青面神大人 黑泽勤明等出云神社的众人 皆是眼中浮现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在他们心目中一向是强大无比 实力堪比高阶圣者的青面鬼本尊 竟是被逼到了这种境地 快出手救他 旁边的土域门悍然出手 他施展出阴阳树 正要帮助青面鬼灭火 但是就在他出手扑灭火焰的瞬间 他的身上 却突然沾染上了一丝幽蓝色的火星 让他心头一惊 然而还没等他有什么反应的动作 火星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他的身上扩散了开来 发展成为一大团火焰 眨眼间蔓延变了这位大阴阳师的全身 啊 黑泽大人救我 土域门发出一声惨叫 他的身体 也是向着黑泽秦明等人冲了过去 想要向后者求救 别过来 黑泽秦明面色大变 这诡异的幽蓝色火焰 连青面鬼都扛不住 别说是他了 土域门冲了过来 让他心惊肉跳 不过所幸的是 土域门还没有接触到他 身体就已经被烧成了灰烬 尸骨无存 化为灰烬消散在了半空之中 第1483章空前成就 土域门大师 那些出云神社的神官和巫女们见到这一幕 脸上纷纷涌现出一抹惊恐之色 这可是堂堂一位大阴阳师啊 在整个营州也都拥有着极为不弱的名声 竟然就这么被烧死了 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 连骨头都没有剩下 这小子 简直是魔鬼啊 黑泽秦明深吸了一口气 老脸铁青 不过同时心中也是一阵后怕 土域门这么一小灰儿就被烧得干干净净 换做刚才出手的是他 恐怕同样是撑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 就会被当场给烧成灰烬 太可怕了 活了这么大岁数 黑泽秦明还是头一次如此恐惧 受到的惊吓不轻 吼 这个时候那半空中的青面鬼 也是被那一团团幽蓝色火焰烧得嚎叫连连 他的身体 在这般恐怖的灼烧之下 也是缩小了三分之一的样子 气息有着越来越弱的趋势 可恶 本尊可是堂堂鬼神 怎可能会死在这里 我不甘心啊 青面鬼口中发出震耳欲龙般的咆哮声 他的吼声中充斥着浓浓的不甘 似乎也是明白了自己不可能摆脱这幽蓝 蓝色的火焰 他的目光陡然变得猙獰了起来 竟然已经没有了火路 那他便要凌晨和这里的所有人给他陪葬 死吧 都给我一起死 伴随着怨毒的声音响彻而起 青面鬼那庞大的身躯深处 也是仿佛有着什么惊人的能量被引爆了一般 他身上的气息 陡然变得不稳定起来 而他那庞大的身躯 也是变得跟一个即将爆破的气球一般 疯狂鼓掌了起来 不好 青面神大人是要自爆了 黑则勤明害得面无血色 以青面神这么一尊鬼神本尊的力量 若是后者自爆的话 恐怕这附近的方圆十里内外 所有人都要被这自爆给波及 而像他们离青面神这么近 只要对方一自爆 他们这些人恐怕将瞬间死无葬身之地 该死 跑不掉了 不远处的蜂魔天川 蜂魔日藏等蜂魔家族的强者 同样是背后的灵魂出窍 他们疯狂挣扎起身想要逃跑 恨不得爹妈多给自己伸两条腿 但是这个时候 他们就算想跑 只怕也来不及了 心中咒骂着黑则勤明 若不是对方将这青面鬼本体给照出来 怎么可能会酝酿出这种恐怖到不可收拾的局面 早知道他们在输给凌晨之后 就早点跑路了 也不会遭此迟遇之殃 不好 就在所有人都是面色大变的时候 忽然间 天地间有着一道喝声响起 然而发出那一道喝声的却并不是那青面鬼 而竟是那身处于上空中的凌晨 通龙 几乎就在凌晨话音传开的刹那 那青面鬼庞大的身躯便陡然抱了开来 一股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冲击波席卷而开 将周遭方圆数千米的地狱 悉数笼罩在内 所有人的双眼都是出现了短暂的失明 看不清楚前方的景象 毁灭般的风暴 在这片地狱疯狂肆虐 所有被风暴接触到的人影 毫无疑问都被掀飞了出去 建筑化为废墟 巨石爆裂 大树连根拔起 风暴所过之处 一片狼藉 足足是过去了数分钟后 这一股疯狂肆虐的风暴 方才是彻底地平息了下来 而整个周围的地狱 则是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瓦砾 大半个武功家族 都是受到了波及 几乎变成了废墟 地面之上 哀红片野 到处都是躺着的人影 在地上翻滚着 口中发出痛苦的身影之声 刚才他们虽然在第一时间就向外逃散 但几乎所有人还是被这一道毁灭般的风暴无情地波及 修为弱小的人直接被杀 大部分人都受了重伤 就连那黑泽秦明 都是在这般风暴之下 极为狼狈 不过黑泽秦明可没功夫却关注其他人 他第一时间目光就望向了原先青面鬼的所在的区域 然而此时此刻 那里却已经空空如也 而那一处区域的地面 确实被声声炸出了一个椭圆形的大洞 深不可测 青面神大人 难道真的黑泽秦明身体如遭雷疾一般 愣在了原地 他已经彻底感受不到青面鬼的气息了 哪怕是催动阴阳术 他也感觉不到任何青面鬼的力量了 看来这一尊出云神社的鬼神 试得的确确 完完全全地消失掉了 青面鬼 被斩杀了 风魔天川同样是身体战斗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一尊鬼神的本尊 竟被这凌晨所生生斩杀 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 他是第一次听说 恐怕在整个营州的历史上 也是第一次 鬼神 代表的是营州最神秘 甚至是最为至高无上的那一股力量 从古至今 在营州大地 神社都是最强大的势力 没有人胆敢招惹 原因就是这些鬼神 他们所拥有的无尽寿命和强大势力 所以就算是营州历史上的那些第一流的建豪们 也不会去和鬼神发生纠缠 通常的做法都是敬而远之 井水不犯河水 然而今天凌晨却打破了这个定律 鬼神 并不代表着无懈可及 他们也是可以被杀死的 厉害 太厉害了 武功千代口中不断重复着这几句话 灵晨的所作所为 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 甚至超出了他对于人的理解 可以说 灵晨现在在他的眼里 就和一尊神差不多地位 因为只有神才能杀死神 正如灵晨亲手斩杀了一尊鬼神 想不到 想不到啊 武功守贺等武功家族的众人 依旧还沉浸在巨大的震惊情绪当中 无法自拔 灵晨今天给他们的震撼太大了 先是击败了尚全异性 让他们震惊不已 而现在 竟是连鬼神清面鬼都斩杀了 而且 灵晨还只是个年轻人啊 他的成就 超过了功本大师 甚至超过了忍者之神 纵观整个营州武道历史 或许就只有云中军这个志强者能勉强压灵晨一头 今天这里的事情一旦传开 灵晨这个名字 恐怕将彻底传遍整个营州 被整个营州武道界永远记住 第1484张扫尾 三川岛上 恐怖的渔泊散开 留下的则是一片废墟 清面鬼那庞大的身躯早已荡然无存 剩下的 仅仅是个椭圆形的大窟窿 而在那窟窿的中央 则是赫然插在一柄黑色宝剑 一丝丝毁灭的残意 从那一柄宝剑上散发了出来 半空之中 在所有人那敬畏的目光当中 凌晨的身体慢慢落了下来 斩鬼之人 目光聚焦在了凌晨的身上 所有人心中都是浮现出一个惊人的头衔 一个潜无古人的称号 然而此时此刻 凌晨的内心却毫无波动 因为他心知肚明 此次他能斩杀清面鬼 都是仁皇燃烧意志的结果 以他的本身的实力 是做不到这种程度的 心中非但没有什么成就感 凌晨反而有着一丝的悲戏 毕竟仁皇的意志 陪伴了他这么长的时间 如今彻底地烟消云散 凌晨多少有些感慨 就仿佛是失去了一位至亲一般 恐怕只有到了破碎虚空的地步 他才有可能见得到仁皇的本尊了 不过眼下倒并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大战落幕 却仍然还有一些收尾的工作 凌晨的目光 落在了出云神社众人的身上 视线当中 随着清面鬼的消亡 整个出云神社的所有人 也是纷纷如丧考比一般 各个神色沮丧 失魂落魄 如同失去了主星谷一般 清面鬼一死 整个出云神社就基本上废了 失去了供奉的鬼神 那么这一座神社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没了 不需要凌晨动手 整座出云神社就会分崩离析 被其他的势力所瓜分 反而是风魔一足 让凌晨起了杀星 眼中寒光闪动 凌晨手掌一招 腰间的雷鹰剑也是陡然飞了出来 被凌晨给抓在了手里 然后便一步步向着那风魔天川一步步走了过去 小子 你敢 风魔天川面色陡然一变 他自然是察觉到了凌晨身上的杀意 而现在的他在和红叶大战之后 已是重伤之躯 而凌晨依靠着人黄燃烧意志 身体状态恢复到了巅峰 而斩杀青面鬼的一战 看似惊天动地 其实对于凌晨的消耗并不算严重 把命留下吧 凌晨的目光早已锁定了风魔天川 此人不除 必定是一大祸患 凭你也想杀本座 做梦 风魔天川虽然吃惊 但是他并未慌张 眼看着凌晨已经到了面前 他立刻双手结印 体内残余的真气迸发而出 风魔忍树 土盾 大喝一声 风魔天川的身体陡然蠕动了起来 然后将身下的地面撕裂而开 身体钻进了地缝之中 消失不见 凌晨的目光不断在四周扫动着 很快 在那不远处便看到了一个鼓起的土包 随即眼中陡然闪过一抹灵力之意 修 二话不出 凌晨手中的雷鹰剑便击射了出去 在半空中留下一道残影 以惊人的速度射在了那土包之上 雷鹰剑光射进了土包之内 入土三分 那一个土包也是陡然停止了移动 停了下来 似乎是被这一剑刺杀了一般 然而就在众人都以为那风魔天川已经被擒的时候 另一侧的地面突然爆了开来 从那其中 赫然有着一道人影暴掠而起 冲了出去 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哈哈哈哈 小子 跟我斗 你还太嫩了点 人影正是风魔天川 那土包不过是他施展的障眼法而已 想不到凌晨果然中招 看来这个小子也不怎么样 然而就在风魔天川破土而出的刹那 凌晨的眼中陡然闪过了一抹金光 下一刻 凌晨的眉心陡然闪烁 出现一道裂痕 从那裂痕之中 一道青金两色的剑魂陡然击射了出去 仿佛化为了一道雷射一般 风魔天川并未略出多远 便被那一道两色剑魂给命中 口中发出一声惨叫 护体真气被穿透 身体被生生地动穿出一个大洞来 小畜生 你等着 本座若不死 并要将你无马分尸 风魔天川遭此重创 口中也是陡然发出怨毒的声音 不过在那同时 他也是加速暴略 他知道自己要是再不赶快逃走的话 恐怕就真的走不掉了 身体暴略冲进了风魔异族的强者人群中 风魔天川试图利用其他风魔异族的强者来掩护自己 避开凌晨的追击 然而凌晨岂会轻易放过他 在剑魂回到脑海中后 凌晨的身形变动了 直接是犹如闪电般追了上来 仿佛猎人兵中了猎物 手中雷鹰剑开路 犹如一头雷蛇一般 迅速递逼了上来 组长 风魔十三见风魔天川如此狼狈不堪的模样 心中也是掀起了一阵惊涛骇浪 他可是从未见过风魔天川这般犹如丧家之犬的模样 被人眼的东奔西跑 仿佛随时都会殒命 剑得挡在眼前的风魔十三 风魔天川眼睛陡然一亮 似乎想到了什么一般 脸上陡然浮现出一抹笑容 旋截他闪身到了风魔十三的身后 而后一掌拍在了风魔十三的后背之上 将后者给生生地轰飞了出去 身体像炮弹一般飞了出去 向着凌晨飞了出去 变成为了风魔天川的肉弹 刚好挡在了凌晨破空而来的雷霆剑芒上 被剑芒给洞穿了身体 不 风魔十三做梦也没想到风魔天川会这么做 他可是风魔家族青年一代最杰出的人啊 风魔天川居然会拿他当挡箭牌 是他做梦都没想到的 只是到了这种危机存亡的关头 风魔天川哪里还管得了这么多 保住他自己的性命才是最重要的 其他人都是能牺牲舍弃掉的东西 剑芒在洞穿了风魔天川的身体之后 便是陡然一转 剑芒彻底爆发开来 将风魔十三的身体给彻底劈成了两半 四分五裂地爆成了碎块 一代天骄忍者 彻底陨落 武功家族的众人看到这一幕 也是忍不住脸庞上浮现出一抹震撼之意 凌晨斩杀青面鬼的壮举已不必多说 而眼下在斩杀青面鬼之后 竟然又追杀的这风魔天川到处乱窜 将风魔十三斩于剑下 凌晨就犹如是一尊死神一般 疯狂地收割着这些人的性命 风魔家族的所有人 在凌晨的手下都犹如土鸡娃狗一般 是屠宰的物件 哪怕是风魔天川都不例外 第1485章击杀 见得风魔十三被风魔天川当作肉盾给甩出去 紧接着被凌晨斩杀的情景 剩下的那些风魔一族的强者 也是纷纷面色一变 看到风魔天川就仿佛见了瘟神一般 一个个都纷纷撤身后退 避之不及 和风魔天川拉开距离 而风魔十三根本没有阻挡凌晨太长时间 几乎只是眨眼间 就被凌晨给解决掉了 转眼间凌晨便再度追了上来 逼近了风魔天川 该死 见得凌晨如此切而不舍地追了上来 风魔天川也是忍不住暗骂了一声 他一边捂着胸口的血窟窿 然后也是偏过头对着凌晨立声喝道 小子 做人留一线 何必非得要斩尽杀绝 以就此罢手 今后我风魔一族绝不再与你为敌 如何 无论如何 他都得先拖住凌晨才行 只要能度过眼前的危机 之后要怎么样对付凌晨 主动权都在他的手里 还不是他说了算 此人才是最让人放心的 今天你必死无疑 凌晨神色淡漠地道 可恶 你别以为本座受了重伤 就会任你揉捏 想要本座的命 我要你也一起陪葬 风魔天川目光森冷地盯着凌晨 忽然他翻手取出了一枚新红色的毒丹 随着他眼中猛然闪过一抹寒光 随即他那戴着手套的手掌陡然捏紧 将那一枚新红色的毒丹给生生捏爆了开来 在那一枚新红色毒丹被捏爆开来的上那 一波红色的毒雾 也是陡然以风魔天川的身体为中心 迅速向着周围席卷蔓延开来 啊 在被这新红色毒雾笼罩的瞬间 身体都不成人形 好可怕的毒雾 风魔日藏和风魔太一等人 在见到这一团毒雾的时候 也是仿佛见到了什么极为可怕的东西一般 他们知道这毒雾的来头 刚才风魔天川手中的那一枚毒丹 那可是大有来头 不是普通的毒 而是他们风魔家族的先被在一座遗迹中 发现的上古毒丹 其毒性异常恐怖 寻常人处之即死 就算是圣者拥有圣体 也挡不住这种上古毒雾 最多能撑五个呼吸的时候 圣体就同样会被腐蚀掉 这种上古毒丹 珍贵无比 也就只有风魔天川这位风魔家族的家主身上才有膝带 到了这等关头 这风魔天川也显然是顾不了那么多了 为了保命 什么手段都用出来了 释放初心红色毒雾后 风魔天川的脸上也是陡然浮现出一抹冷笑 他早已服下了解毒丹 并不会受这毒雾的影响 他只是一脸戏虐地看着凌晨 他倒要看看 凌晨还怎么追他 对方想要杀死他 首先地突破这一层致命的毒雾 以凌晨的修为和实力 根本做不到无视这种级别的上古毒雾 就算是高阶圣者都必须重视 更别说凌晨了 然而他料错的是凌晨根本没有丝毫的犹豫 便纵身闯进了那重重的新红色毒雾当中 根本无视了那新红色毒雾的腐蚀 手中的雷鹰剑快到极致 一招雷窃施展而出 竟只展向了风魔天川 什么 风魔天川根本没想到凌晨被横冲直撞 直接一剑攻来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凌晨的剑招已至 扑斥一声 悍然刺进了他的胸膛 洞穿了他的身体 双手死死地抓住凌晨的剑芒 风魔天川眼中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但是旋即他却狂笑了起来 眼神充满着阴沉之意 小子 你还真是冲动啊 想要杀本座 乖乖地死在这毒雾里面吧 他只能坚持超过五个呼吸的时间 凌晨就会被这一层上古毒雾杀死 这点毒就想杀死我 凌晨嘴角掀起了一抹讥讽之意 当着风魔天川的面 他反而猛吸了几口毒气 周围的星红颜色 都是他的这般猛吸之下变淡了不少 别说五个呼吸过去 就是过去了十五个呼吸的时间 凌晨依旧好好地站在那里 不受任何的影响 怎么可能 风魔天川眼中涌出了一抹骇然之意 风魔一族的上代族长曾经和他说过 这一枚上古毒丹 可作为保命之物 就算是高阶圣者 都会对这毒物极为忌惮 然而眼下 对凌晨竟然起不到半点作用 对方如此猛吸 竟然毫无中毒的迹象 难道是上代的族长欺骗了他 忘了告诉你 我这个人怕很多东西 但是唯独有一样东西不怕 那就是毒 凌晨嘴角的冷笑陡然浓郁了起来 眼神中筋芒陡然暴涨起来 我这个人 万毒不清 就算比这再强十倍的毒 也对我无效 什么 风魔天川万万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原因 而且在凌晨暴喝的刹那 剑芒也是在他的胸口爆发了开来 在原来血窟窿的基础上 再度将风魔天川的身躯给炸出一个大洞来 经此重创 风魔天川的身体也是犹如陨石一般 从半空中降落了下来 但即便如此 风魔天川依旧还没有死 他还在疯狂挣扎 没有放弃 然而就在这时候 凌晨一人一剑 也是从那半空中骤然降落而下 他手中的雷鹰剑上光芒暴闪 剑芒已经被剑翼附谋过 威力被增强到了极致 然后在凌晨的手中猛然刺杀而下 犹如惊雷一般的剑芒从天而降 准确无物地命中了风魔天川的头颅 然后在那一道道震撼不已的目光中 生生地将风魔天川的头颅给轰爆了开来 在脑袋被剑芒粉碎掉之后 风魔天川也是停止了挣扎 饶使他生命力在顽强 在被轰碎了脑袋之后 也是彻彻底底地宣告陨落 风魔天川死 第1486章处理 砰 在被凌晨轰碎了脑袋之后 风魔天川的那一具无头尸体 也是从那半空中坠落了下来 砸落在了地面之上 又死了一个 而且死的还不是普通人 而是风魔异族的族长 整个营州最强大的人者之一 武功守贺和武功千代等人 皆是眼皮剧烈抖动了一下 他们此时心中的震惊 已是达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 凌晨在之前已经斩杀了轻面鬼 这已经是史无前例的成就 而眼前凌晨在斩杀了轻面鬼之后 竟然还杀掉了风魔异族的族长 风魔天川 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他们绝对不会相信 这一桩桩如此骇人听闻的事情 会一一地在他们面前发生 这小子 是地狱来的恶鬼妈 黑泽秦明一脸苦涩地望着半空中持剑而立 一味飘飘的凌晨 心中也是忍不住浮现出一丝的懊悔 从一开始 他就不应该打凌晨的主意 为此他还带着如此多的人马千里迢迢地赶来 想杀死凌晨 夺取凌晨的一切 想不到正是他的决策 却反而给出云神社带来了灭顶之灾 而此时的风魔太一和风魔日藏同样是如此 他们心中对于凌晨的怨恨 已经完全演化成了恐惧 当实力的差距被拉大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一切的仇恨便都不复存在了 连风魔天川都被凌晨给杀了 整个风魔一族 还有谁会是凌晨的对手 若凌晨现在要动手图灭整个风魔一族 只怕也无人能够阻止 罪魁祸首已经扶诛 剩下的人 我留你们一条命 凌晨目光寻视了风魔一族和出云神社的众人一圈 旋即语气便陡然加重了一分 现在 你们可以离开了 但今后你们若还敢与我 与武功家族作对 那到时候 便是你们的灭门之日 在真气的包裹下 凌晨的声音也是迅速地传遍了整座三川岛 在这半空中飘荡了开来 听得凌晨这话 那黑泽勤明和风魔日藏等人 却是忍不住眼睛一亮 他们本以为凌晨会斩尽杀绝 杀光他们风魔一族和出云神社的所有人 已根除后患 但没想到 对方居然还会手下留情 选择留他们一条命 他们在互相对视 交流了一番眼神之后 也是慢慢地向着凌晨的方向走了过去 就在黑泽勤明和风魔日藏等人 正准备向凌晨道谢的时候 凌晨却突然皱起了眉头 吏声一喝 满含沙翼的声音响彻开来 立刻 滚 黑泽勤明和风魔日藏等人 脸色漠然一变 陡然停下了脚步 旋即连忙招呼着各自势力的人马 仓皇撤退 他们知道凌晨这已是一念之人 放他们离开 若对方突然改变主意 那他们可就哭都要来不及了 而在两大势力的人马最后撤退的时候 那武功家族之中也是漠然爆发出一道道山呼海啸般的欢呼之声 那其中 俨然是夹杂着一种劫后余生的喜悦 谁能料到 面临着上全家族 风魔一族和初云神社这三大营州一流势力的进攻 换成是任何一个营州的一流势力 怕是都跳不过被灭的命运 然而他们小小的武功家族 却从中存活下来了 这简直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便宜他们了 眼看着初云神社和风魔一族的人马犹如潮水般撤退 那武功千代也是红唇唯唯巧起 不由轻横了一生 他觉得就这么放这些人走 实在太便宜他们了 武功守鹤望着半空中凌晨的背影 却是一声不吭 仿佛是陷入了沉吟之中 正在思考着什么 戴得那初云神社和风魔一族的人马 完全撤离了三川岛之后 凌晨方才是松了一口气 然后将手中的雷鹰剑狠狠地插进了地面之中 脸上也是浮现出了一抹苍白之意 虽说看起来凌晨靠着人黄燃烧意志爆发的力量 身体重新恢复到了巅峰 但是其实并不是如此 人黄燃烧意志爆发的力量虽然强 但是也就强在那么一段极为短暂的时间而已 等到这股力量完全吞去之后 凌晨体内的伤势便全部都凸显出来 状态回到了最低谷 果然 凌晨他也是到极限了啊 看到这一幕 武功守合的脸上方才露出了一抹了然之色 他刚才已经猜到是这样的情况 不过一直没说而已 原来 这才是凌晨前辈急着让那两大势力的人马离开的原因 武功千代总算是明白凌晨先前那番举动的用意了 若是被那风魔一族和出云神社的人看到他的真实状态 可难保这群人不会反扑 想不到即便是深陷险境 凌晨依然能够如此从容 否则 我们恐怕就全完了 武功守合十分佩服地看着凌晨 对于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他实在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对方不仅实力超人 天赋更是冠绝古今 连星星都如此强大 无论是顺势还是逆境 都能保证自身的心如止水 不受外物影响 做出最准确的判断 逼退出云神社和风魔一族的人马 这 简直就是王者之风 不是光实力强大这一点就能做到的 武功千代文言 同样是郑重地真了真首 对于凌晨 他早就是崇拜有加 听武功守合这么一分析 他越发觉得凌晨神乎其神了 从今天起 凌晨这个名字 必将响彻整个营州 武功守合感叹了一声 战败上权益性 斩灭青面鬼 击杀风魔天川 凌晨一天之内就完成了足以让整个营州震动的三大事件 这里面的任何一件抽出来 都足以让整个营州武道界发生地震海啸般的震动 更何况是三件事情加在一起 纵观整个营州的历史上 还从来没有过哪个人做到过这样的事情 恐怕大多数人联想都不敢想 因为这已经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了 整个营州 怕是都要因此而变天了啊 他已经能够想象得到 那营州各大势力的高层 在得知今日之事后 脸上会露出多精彩的表情了 第1487张营州震动 不过数日时间 三川岛上发生的事情 便传遍了整个营州大地 宫本家族 菊氏家族 元氏家族等一流武道世家 冰川神社 星宫神社等顶级的神社 在第一时间得知消息后 都是掀起了巨大的震动 尚全异性在决斗中败给了凌晨 这件事情够震撼了 不 这还只是开胃菜而已 在击败了尚全异性之后 凌晨又出手斩杀了出云神社供奉的鬼神 青面鬼 而且这次斩杀的可并不是什么分身 而是青面鬼的本尊 这还不算完 凌晨在斩杀了青面鬼之后 还将蜂魔异族的族长蜂魔天川给灭了 在那蜂魔异族和尚全家族的人马出发前往三川岛 和凌晨发生冲突的时候 许多家族就已经预料双方之间会有一场大战 但是这场大战的结果 失败的一方多半是凌晨 没有人看好凌晨能从两大家族的手下救下武功家族 毕竟双方的实力根本就不对等啊 可谁能料到 凌晨居然做到了 不仅如此 还做到了如此超出想象的事情 此时此刻 最庆幸的人莫过于尚全异性了 还好他遵守了承诺 在决斗输给凌晨后 便带着尚全了解的人离开了 否则的话 恐怕他和蜂魔天川江是一样的下场 柳生家族 一座木屋之内 柳生千兵卫赫然坐在那主座之上 而柳生家族的一杆高层 则是分座于木屋内的两边 一个个神色凝重 细分沉闷 想不到 这凌晨居然可怕到了这种地步 提到凌晨 柳生千兵卫眼中也是浮现出了一抹震惊的神色 本来 他是打算利用红叶的身份 让凌晨消耗初云神社的力量而已 在他认为 凌晨能让初云神社吃点亏 磨损一下初云神社的实力 这已经是高看凌晨了 却不想凌晨居然直接斩了青面鬼 废掉了初云神社的命脉 让偌大的初云神社名存实亡 甚至 和他齐名 身份平起平坐的尚全异性 风魔天川 竟是落得各一败一死的结局 还好 他当初没有对凌晨动手 此子 当真是个怪物 深不可测 家主 这对我们柳生家族是好消息啊 一名柳生家族的高层开口道 初云神社失去了供奉的鬼神 就跟失去了爪子的老虎一样 咱们现在灭掉初云神社 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此前的初云神社 是悬在柳生家族头顶的一把刀 是柳生家族最大的竞争对手和障碍 如今初云神社名存实亡 正是他们柳生家族扩张势力的好机会 初云神社覆灭 风魔一族重创 想不到一天之内 迎周五道界的格局 就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转变 柳生千兵卫眼神闪动不止 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心中也是难以相信的 凌晨以一人之力 就打破了迎周五道界的局面 实在是不可思议 通知下去 让所有家族成员 一律不得招惹那武功家族 更不能和他们发生冲突 柳生千兵卫对着屋内的一众家族高层下令道 是 一众柳生家族的高层纷纷点头应声 不过随后便有着其中一人抬起头 目光闪动地问道 那对于大小姐 我们该怎么办 红叶可还在凌晨的身边 他们纠结的是 要不要将红叶带回柳生家族 红叶现在的实力 他们也已经听说了 已经能够正面战败风魔天川 实力怕是不比现任的家族柳生十兵卫弱多少 若是红叶能回柳生家族 那对于柳生家族的实力而言 将是巨大的提升 但是他们却又怕得罪凌晨 若是因此而得罪了凌晨 搞不好会给柳生家族遭来了灭族之灾 红叶回不回来 全看他自己的意愿 柳生千兵卫眼中浮现出 一抹意味深长的意味 如果他不愿意回来也没关系 让他跟着凌晨 也没什么不好 之前 他只是为了利用凌晨 方才让红叶留在凌晨的身边 即便是如此 他依然觉得这是一件十分耻辱的事情 等到凌晨没有利用价值了 他自然而然地会出手 从凌晨的手里将红叶给接回来 但是现在 情况显然不一样了 红叶在凌晨的身边 虽然只是作为女仆 但是实力却取得了极为恐怖的提升 这是他完全想不到的 如果红叶想继续跟着凌晨 那又有什么不可以 再怎么说 红叶也是他柳生家族的人 和柳生家族有着不可抹除的血缘关系 今后柳生家族若是遇到了危难 红叶也不能坐视不管 以凌晨此次的恐怖 红叶跟着对方 说不定能获得更大的成就 与此同时 盈州的其他势力也都在对自己的族人进行叮嘱 对凌晨和武功家族进而远之 而此时 在武功家族之中 一切百废待兴 正处于热火朝天的重建之中 在击退了上全家族和封魔异族的人马之后 武功家族自然也就保住了三川岛的流金矿脉 获得了生存空间 不仅如此 武功家族的势力还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扩张 不少附近的小势力都前来归附 一时之间 武功家族在大战之下 非但没有受到什么削弱 反倒是还壮大了不少 接下来的几日 凌晨便留在了这武功家族之中 一方面是休养生息 另一方面 有他坐镇 也是以防那凤魔异族和尚全家族再反扑回来 不过照这段时间的情形来看 这种可能性应该不大了 两大家族哪里还敢和凌晨对着干 他们能够从凌晨手底下逃的一条命 已经是足够庆幸了 这个时候再去凌晨这头老虎面前拔毛 就是纯粹地找死了 而且尚全异族还好 毕竟在三川岛一战中损失不大 但凤魔异族就不一样了 族长凤魔天川死在了凌晨的手中 导致如今反的凤魔异族大乱 四分五裂 各方内部势力接踵而起 想要争夺家主之位 他们自顾尚且不暇 哪里还有功夫来关注武功家族 而这半个多月的休整 凌晨的实力 也是再度提升了一个台阶 人黄燃烧意志爆发出来的力量 一定程度上也激发了凌晨身体的潜能 而在凌晨斩杀了青面鬼 这一尊鬼神的本体之后 剑衣更是取得了暴涨 直接是达到了圣级中阶剑衣的巅峰 只差一丝 便能达到圣级高阶的程度 凭借着这等提升 凌晨现在若在和纳上全异性对上 无疑将会赢得更加轻松 第1488章天守城 在武功家族中休整了约末半个月的时间 凌晨的身体基本休养了七七八八了 在确保武功家族的安全之后 凌晨方才着手准备离开武功家族 凌晨前辈要走了 武功千代望着身前这道年轻的剑客身影 眼中也是浮现出了一抹不舍之意 虽说他知道凌晨必定不会在武功家族中久待 可也没有想到 对方离开的时间会这么快就到来 这段时间凌晨一边在修炼 同时一直在指点他修炼 甚至还传了他一招极为厉害的剑法 名为雷切 这一剑 正是凌晨用来最终击杀风魔天川的剑招 他这段时间 也是从心底里面把凌晨当做了自己的师父 嗯 凌晨点了点头 玄机接着说道 吃了上次的亏 上全家族和风魔一族已不敢再侵犯武功家族 我也是时候要离开银州了 说吧 凌晨的眼中也是泛起了一抹金光 他这次来银州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为了闯剑狱 另一个 就是为了寻找这武功家族 如今两个目的都已经达成了 剩下的 凌晨打算再去闯一闯剑狱 以他现在的实力 应该能有八成的把握 能够闯过剑狱的第十五层 凌晨兄弟 保重 武功守贺和那位武功家族的太上长老 皆是向着凌晨抱了抱拳 眼中不约而同地浮现出了一抹感激之色 这次要不是凌晨舍命相救 他们武功家族说不定就真灭亡了 在那上全家族和封魔一族的联手攻击下 凭他们武功家族的这点人根本挡不住 他们所有人都必死无疑 再造之恩 没尺难忘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后会有其 凌晨同样是向着武功家族的众人拱了拱手 而后目光落在了武功千代的身上 虽说武功家族已经没落到了如此不堪的境地 但凌晨却能从武功千代的身上 看到一丝武功家族复兴的希望 武功千代身上的人黄血脉十分强大 只是没有被发掘出来而已 凌晨相信 只要给对方足够的时间 武功千代日后的成就 必定不逊于那些所谓迎周一流的剑豪 甚至比起那些人要更出色 走吧 凌晨看了旁边的红叶一眼 然后身形便陡然移动 化为一道流光般 掠上了半空 彭叶也是立刻动身跟了上去 望着两人离开的背影 武功千代也是握紧了手掌 双眼中浮现出了一抹光芒 凌晨前辈 你放心吧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这段时间一直和凌晨接触 他明白凌晨对于他的期望 他发誓 自己一定不会让凌晨失望 有朝一日 他必会成为整个营州的巅峰强者 到时候他会让凌晨看到的 此时凌晨和红叶二人 早已是远离了三川岛 来到了营州中部 一座名叫天守城的城池之中 天守城是营州最有名的几座城池之一 这座城池是属于营州诸多一流家族当中 局势家族的势力范围 也是整个营州舞者数量最多的城池之一 城中最大的客栈当中 一座豪华包间当中 凌晨和红叶相对而坐 自从来到营州之后 他们很少有机会这样安静地坐着 享用美酒和美食 红叶 吃完这顿饭后 你就回柳生家族去吧 凌晨将桌上的酒端起来 抿了一口 而后看向了对面的红叶 当初和你约定的时间是半年 现在看来 恐怕是用不了那么久了 凌晨嘴角掀起了一抹淡淡的弧度 这段时间你辛苦了 现在 你自由了 他当初将红叶抓来当女仆 很大一部分目的 不过是让红叶当自己在营州的向导而已 如今他对营州基本已经熟悉 而且就快要离开了 自然也就不再需要向导了 红叶手上的动作停顿了一下 双眸中浮现出了一抹黯然之意 目光和凌晨对视 道 您 要赶我走吗 凌晨文言 却是唯唯一愣 眉头唯皱 有些诧异 你不愿意走 当初他可是记得 红叶几乎是无时无刻不想摆脱他的控制 而且对方乃是柳生家族的千金大小姐 被屈尊当他的女仆 心里面应该很憋屈才对吧 听得凌晨这话 红叶也是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而后三两步走到了凌晨的面前 在凌晨身前跪了下来 笑脸上满是凝重之意 道 我想继续追随您 继续追随我 凌晨眼中金色愈发浓郁 可是我马上就要回九州大地了 你难道也要背井离乡 离开你的家族 你的故土 和我一起回去吗 你可要想清楚了 我已经想清楚了 红叶根本没有过多思考 便是轻轻逼真了真手 您要回九州 那我便陪你回去 今后主人您在哪里 我红叶就在哪里 既然如此 那在你想清楚前 便随你跟着吧 凌晨并没有多说 他回九州这不是这一两天 还有时间让红叶考虑清楚 是否真要和他离开盈州 还是选择离开 这一切都遵从对方自己的意愿 多谢主人 见凌晨并没有强行赶走他 红叶也是暗暗松了一口气 他执意要跟着凌晨 能够让自己快速成长 过然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他觉得凌晨是对他最好 最温柔的人 没有之一 就连他的父亲柳生千兵卫 在这一点上都无法和凌晨相比 他不奢望凌晨能够对他怎样 只要能够跟在凌晨的身边 他就心满意足了 在用完餐之后 两人也是走出了客栈 不过就在他们出客栈的时候 一道道嘈杂的议论声 也是自那不远处传了过来 听说没有 菊家那边今天发生了一件大事 有人意图偷盗菊家的家族绝学 被菊家的人给发现了 什么 竟有这等事情 谁不知道 这天守城市局世家族的地盘 此人也太胆大包天了 是啊 据说那偷东西的 还是一个九州来的年轻剑客 好像姓什么剑 真是个奇怪的姓氏 他现在已经被菊家的人给围住了 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活该 谁叫他在太罪头上动土 自作孽 不可活啊 几名舞者交头接耳地议论着 第1489章熟人遭难 九州来的年轻剑客 姓剑 凌晨起初并没有注意这种事情 但是当他无意中听到这条资讯的时候 却也是愣了愣 他大概能够猜到这些人说的人是谁了 凌晨猜到来人的身份 玄机眼中也是泛起了一抹光芒 想不到他也来了营州 不过似乎处境有些不太妙啊 主人认识此人 红叶从后面走了上来 面有异色 嗯 不过算不上是朋友 凌晨心念微微移动 但随即还是淡淡一笑 摇了摇头道 算了 毕竟是故人 还是去看看吧 说吧 他也是和红叶二人 向着先前那几名舞者离开的方向走了过去 此时 在天守城的中央广场 密密麻麻的人群 将广场围了里三层外三层 而在那广场的中央区域 则是赫然有着招数道人影 身穿着统一的蓝色武士服 而在他们的对面 则是站着一名身穿金色长袍的年轻剑客 身上散发出一股仿佛来自骨子里的傲气 若凌晨在这里 一定能够瞬间认出这名年轻剑客 此人 正是剑无双 目光望着眼前的几名局族的强者 剑无双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沉声道 在下根本没有偷你们局家的秘籍 诸位为何要携口喷人 诬陷于我 诬陷于你 一名身穿蓝色武士服的中年剑客开口了 只见得他冷冷一笑 既然你没偷 那我局势的家传秘籍 为何会在你的身上 人脏病祸 你还想抵赖 这秘籍是你给我的 说是要作为祝愿我和局名乡小姐幸福的礼物 你为何突然要改口 撕破脸皮 剑无双的脸色有些难看地道 哈哈 笑话 中年剑客哈哈大笑 脸上尽是譏讽之意 这秘籍可是我局势的家传绝学 我怎么可能送给你 真是一派胡言 你这小子 不仅到我局势的绝学秘籍 还勾引我局势的大小姐 真是罪无可赦 今天便让我局明远来制裁你这无耻之徒 拔剑吧 初吧 他也是默然将腰间的长剑给拔了出来 脸上挂着冷笑 眼神如刀斑地注视着剑无双 三叔 放过他吧 说话的是一名滋容秀丽的年轻女剑客 正是那局家年轻一代最优秀之人 局名香 他一脸不忍地看着剑无双 我今后再也不会和他来往了 他并没有犯什么过错 你们何必这样设计他 要置他于死地 比住嘴 那名被称为三叔的中年剑客 陡然面色一沉 对着局名香一声礼喝 玄机传音给了后者 要不是你和这来路不明的小子不清不楚 我们又何必用这样的手段 我局势乃是名门望族 你更是我局家未来的组长 岂能和这种不知道哪里来的野人扯上关系 自甘堕落 为了救你 为了捍卫我们局势的清誉 我们只能将这小子抹杀了 中年剑客的目光陡然落在了剑无双的身上 冷喝道 拔剑拔小子 最后可以让你死得有尊严点 你若是能在我的手中走过三招 我便放你一条生路 剑无双文言 也是咬了咬牙 他知道自己只有拔剑迎战这一条路 因为这天守城乃是局家的地盘 这里的一切规则 都是由对方定的 铿锵 剑迎声响彻 剑无双腰间的宝剑陡然出窍 被他握在手中 一股十分惊人的剑意 也是陡然自其身上爆发了出来 来吧 剑无双眼中光芒陡然凝聚 眼中仿佛是流露出无所畏惧的神色 而这般剑拔弩张的场景 也是映入了凌晨的眼帘之中 他看到这一幕 虽然不明白详情 但也能猜出个大概来 剑无双这个人 是不可能去偷这局加时麻绝学秘籍的 对方一定是中了什么套 被这局家人算计了 所以才会陷入这般困境之中 看剑无双和那局名乡两人 那颇有些暧昧的眼神 可以推测出剑无双一定是和这位局家的千金小姐 扯上什么不该有的关系了 主人既然认得此人 是不是要帮他一把 旁边的红叶开口道 千不及 凌晨摇了摇头 嘴角微微勾起了一抹弧度 他也想看看 剑无双的实力成长到了什么地步 以他对剑无双的了解 后者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被击垮的人 哼 不知死活 局名远咧嘴一笑 面上陡然闪过一抹寒意 他可根本就没把剑无双给放在眼里 他乃是堂堂胜道三重镜巅峰 快要跨入胜道四重镜的高手 而这剑无双 才刚入胜镜 在他看来就是不堪一击的小辈而已 陡然间 局名远已是把刀斩出 蓝色的剑芒从半空中披下 直奔剑无双的头顶斩下 剑无双站如钟 他双手握剑 做出防守的姿态 在他的全力催动下 剑是在其周身凝聚成了一头栩栩如生的苍龙 守在他的身体周围 当随着清脆的碰撞声响彻 惊人的火星陡然绽放了开来 剑无双的脚下 地面寸寸开裂 双脚都是被压迫的给生生地陷了下去 一剑不成 那局明远面色一变 显然没料到剑无双还有两下子 旋即他再度出击 又是一剑刺半空中斩下 和剑无双的剑芒又一次正面碰撞 这一次 剑无双的双臂战动不已 整个身体都是导射了出去 脚下画出两道极为深刻的痕迹 一口鲜血喷了出去 残像踏前窄 剑得剑无双吐血 那局明远脸上的冷笑也是愈发浓郁 三招剩下最后一招 他心知肚明 而且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他大喝一声 便留下一道残像在原地 至于其本体 则是以必杀的一剑刺向了剑无双的心脏要害 真龙吞噬 面临着局明远的重守 剑无双也是面色凝重到了极点 他咬紧牙关 将自身的真气和剑翼催动到了极致 而护住他身体的苍龙 则是陡然凝食了许多 然后陡然张开大嘴 竟是一口将那局明远的必杀一剑 给生生地吞进了嘴里 卡擦 剑气进入了龙嘴 几乎只是在瞬间就被咬成了粉碎 然后被吞噬得干干净净 喷哼了一声 那局明远的眼中也是陡然涌现出了一抹金色 这小子 竟然还有着这般让他始料未及的能耐 第1490章凌晨 三招已过 在将局明远的剑招吞噬的刹那 剑无双也是陡然松了一口气 虽然他自存不是局明远的对手 但只是撑住对手三招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人还有点实力 彭叶也是美眸唯唯一亮 剑无双最后吞噬调局明远剑招的那一下 的确是颇具亮眼之处 不是普通的剑客能施展出来的 此人曾经是我最大的对手 可不是泛泛之辈 凌晨摇了摇头 虽然剑无双现在已经无法和自己竞争 但毕竟对方还依旧是九州大地首屈一指的天才人物 剑法非同凡响 越极挑战 对于剑无双来说 不是什么难事 哦 彭叶这才翘脸凝重了起来 这剑无双曾经是凌晨最大的对手 那可就绝不能等闲适之了 难怪 对方能做到这种程度 他做到了 菊茗香的脸上同样是浮现出了一抹笑容 剑无双没让他失望 后者果然是被他所认可的天才剑客 哪怕是现在修为低了点 但是实力却一点都不弱 怎么可能 这野小子怎么做到的 那几名局势的高手 一个个皆是有些难以置信地望着剑无双 旋即一张脸迅速黑了下来 这小子 竟然真的在菊茗远的手里面撑过了三招 三叔 按照约定 既然见无双他已经在你的手上走过了三招 那么你便要放他一马 让他安全地离开这里 菊茗香看向了前方的菊茗远 放心 我可是信守承诺的人 小子 你走吧 菊茗远的眼中闪过一抹阴影之意 旋即便消失不见 脸色恢复了正常 淡淡地道 香儿 见无双咬了咬牙 有些不舍地望着菊茗香 他怕自己这一走就再也见不到对方了 无双 你快走吧 菊茗香同样是有些不忍地摇了摇头 等你实力有成的时候 再来找我不迟 听得这话 见无双的眼中也是陡然迸发出一抹金光 仿佛是做出了什么重要决定一般 目光和菊茗相对视着 道 你放心吧 不出三年 我见无双 一定会回来接你的 说吧 他也是依然转身 准备离开广场 然而就在他转身的刹那间 众人都以为要结束了的时候 那菊茗远的脸上 却是突然浮现出了一抹阴险之意 在见无双根本没做提防的情况下 菊茗远动了 早就酝酿好的一剑挥刺了出去 犹如惊鸿一般 背后一阵寒意识来 见无双也是默然反应了过来 但终究还是慢了一步 被这一剑给刺中了身体 扑吃 护体真气被冻穿 剑芒从见无双的胸口穿透了过去 然后将其身体给钉死在了广场的一根立柱之上 挖得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见无双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惊怒之意 卑鄙小人 你竟然偷袭 哼 偷袭你又怎样 野小子 还想再回来 今天给老子彻底死在这里吧 菊茗远咧嘴一笑 他怎么可能会给见无双卷土重来的机会 那岂不是给自己找事 埋下祸患 三叔 不要 那菊茗相见到这一幕 也是翘脸一变 正要冲过来 却是被其他局势的强者给阻拦而住 无法脱身 去死吧 直接是无视了菊茗香的求情 菊茗远便将手中的长剑给拔了出来 然后再度动刺向了见无双的眉心 显然是要彻底将后者置于死地 就在这一剑即将刺中剑无双眉心的刹那 突然间 一道白光却是从旁侧击射了出来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轰在了那剑身之上 将菊茗远手中的长剑给生生地震的脱手飞了出去 嫩恨一声 菊茗远身体倒退了出去 捂着自己握剑的右手手掌 一滴滴鲜血躺落而下 脸上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 谁 菊茗远目光闪烁的望向人群 心中却是惊怒无比 他怒的是在这天守城中 居然有人胆敢对他这个局势的高手出手 惊的是出手那人的实力 他竟然连人影都没看到 武器就被崩飞了出去 而且还受伤了 那出手之人 究竟是什么恐怖实力 菊世家族 好歹也是盈州的千年世家 怎么一点信誉都没有 当众出尔反尔 如何在天下人前立足 一道淡淡的声音传了出来 随着而走出来的 赫然是一道年轻的剑客身影 嗯 剑来人不过是一个年轻人而已 菊茗远脸上的忌惮之意 也是瞬间扫去了大半 眼中陡然闪过一抹寒意 菊茗远冷笑了一声 一个年轻小辈 竟敢管他们局势的闲事 简直是不知死活 我菊家的事情 要你这种小角色来多管闲事 那局明远还尚未开口 他身后的一名菊家的青年强者已是走上了前来 对着凌晨寒声喝道 李说谁是小角色呢 弘叶粗了粗柳眉 一步向前走了出来 他是听不得任何贬低凌晨的话的 容不得任何人捂入凌晨半个字 哟 想不到还有个同伙 小姑娘长得还不错 今天你留下来陪哥哥们玩玩 事情就算结过了 否则 在天守城得罪了我们菊家 想必你们知道是什么后果 那名菊家的青年强者脸上浮现出一抹阴冷之色 盯着红叶的眼中 赫然是闪烁着些许的炙热之意 听得这些话 菊茗远一下子也就胆子大了起来 他本来还对凌晨有些忌惮 毕竟对方靠着偷袭能够打伤他 想必也有点实力 但是一想想 这是在他们菊家的地盘啊 他根本就没必要怕 小子 竟敢下暗手偷袭 现在立刻跪下认错 然后将你身边的这个女的留下 当做你的赔礼 否则 我今天要你走不出这天守城 菊茗远咧嘴一笑 他的目光肆无忌惮地在红叶的郊区上下游离着 眼中的火热之意也是愈发浓郁 不得不说 这红叶还真是个游物 若是弄到床上去 必定是人生美事 这小子运气倒不错 居然还有如此游物相随 凌晨 然而就在这局明远正准备开口的时候 见无双却是抬头看见了凌晨 而后脸上陡然浮现出了一抹惊诧之意 他没认错 眼前这人 正是凌晨无疑 第1491章逼退 他早知道凌晨来了营州 而且这段时间 他更是知道凌晨在营州闯下了赫赫声明 他几乎时时刻刻都能听到有人在讨论凌晨 这个名字 毫无疑问已经成了最近整个营州最为热门的名字 只是他没想到 凌晨也来到了这天守城 而且会这么巧地出现在这里 什么 凌晨 听到这个名字后 本来想要发作的菊明远 也是面色陡然一变 如同听到了什么极为可怕的名字一般 看向凌晨的目光立刻就变了 这个名字 在营州肯定不会有第二个 此人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菊明远的目光一阵闪烁起来 凌晨是谁 他当然知道 这个名字 可是菊家的家主 再三叮嘱他不能招惹的物件 出云神社因凌晨而覆灭 风魔一族的族长 被凌晨所杀 陷入内乱 这两大势力 实力比起他们居家都是不遑多让 这样魔鬼一般的人物 居然被他给遇上了 可是看眼前凌晨普普通通的模样 无论如何都和纳德被传的神乎其神 跟死神一样的恐怖家伙不像吧 他不太相信 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具备着斩杀青面鬼和风魔天川的实力 哈哈 差点被你这野小子给骗了 凌晨现在恐怕还在三川岛呢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还想炸我 眼神一阵变幻 菊明远突然大笑了起来 他瞥了一眼见无双 而后又看向了凌晨 一脸的得意 仿佛自己试破了什么了不得的计谋一般 更何况 凌晨是何许人物 他怎会为了你这种野小子 和我居家作对 三叔 他的确是凌晨 就在这时候 一道略显得苦涩的女子声音 却是突然传了过来 说话的正是那菊明香 你说什么 菊明远一脸的惊骇之意 在监狱的时候 我见过他 菊明香摇了摇头 我对他的印象很深刻 他的确就是凌晨 在他身边的 是柳生家族的柳生红叶 听得这话 菊明远也是如遭雷疾一般 仿佛是受到了惊吓一般 他的目光无比惊恐地望着对面的凌晨 脑海中泛起了一抹不妙之意 阁下 刚刚说要让我下跪认错 凌晨眉毛一挑 脸上露出一抹似笑非笑的表情 开个玩笑而已 阁下何必当真 菊明远脸上勉强挤出了一抹笑容 对方可是将出云神社和蜂魔一组角的天翻地覆的人物啊 脸上全异性和蜂魔天穿这等级别的强者 都在凌晨的手里死的死 伤的伤 他算什么东西 敢敢让凌晨给他下跪认错 就算是他们居家的家主 见了凌晨恐怕都得跟见了温神一样 更何况是他 开个玩笑 那我们现在杀了你 是不是也可以说是开个玩笑 彭叶冷冷笑道 这 那局家的几名强者皆是脸上变色 而后一个个都是向着凌晨躬身道歉 毕恭毕敬毕道 凌晨大人 不知者无罪 刚才口出狂言 是我等错了 还希望您大人有大量 就把刚才的话当作是一个屁 一阵风 随他去了吧 要我不追究 也不是不可以 凌晨嘴角掀起了一抹弧度 随即只见得他缓缓抬起手指 指向了剑无双 把这个人留下 你们就可以走了 听得这话 居民远也是默然眼神一沉 道 这是我居世家族的内物 阁下为何要插手 你们居世家族的人平时怎样为非作呆 我不管 但是这个人 你们居家的人不能动 凌晨神色淡漠地道 可恶 听得凌晨如此霸道的语气 居民远也是不由得脸色 铁青 如果是平时有人敢这么跟他说话 他早就一箭把对方给砍了 但是现在面前跟他说话的是凌晨 那个死神一般的家伙 让他忌惮万分 这里毕竟是我居家的地盘 阁下这般行径 是不是太霸道了点 一名居家的强者面色愤然地道 我这个人就是这么霸道 你能怎么样 凌晨嘴角掀起了一抹淡淡的笑容 此时能口头解决的话当然好 但若要动手的话 我也奉陪 话音落下的刹那 凌晨的眼中陡然掠过一抹金光 从凌晨的身上 也是猛然释放出了一股恐怖的剑意 刹那间 杀意充斥虚空 以凌晨为中心 整片虚空都是暗淡了下来 惊人的风暴 突然形成 向着那局明远等人猛然席卷而去 犹如狂风奏语一般 建议风暴将局家的众人给笼罩在内 那等强烈的风力 吹得他们几乎是睁不开眼睛 连身体都仿佛都要被吹走一般 拼命催动真气抵御这股风暴 局明远心中早已是掀起了惊涛骇浪 心惊胆战 他虽然早就听说了凌晨的实力很强 但他并没有料到 凌晨的实力会强到这种程度 仅仅靠着自身的建议 便能够制造出如此恐怖的建议风暴 若是对方拔剑出剑的话 岂不是能在瞬间秒杀他们这里的所有人 好汉不吃眼前亏 若真惹怒了凌晨 对方真杀了他们 只怕局家也没办法拿凌晨怎么样 只能选择忍气吞声而已 毕竟现在的凌晨 整个营州的各大势力 只怕没有哪个敢得罪 待得风暴停歇之后 局明远也是立刻向着身后的局家舞者挥了挥手 事宜撤退 不过在走之前 他还是冷冷地贴了剑无双一眼 沉生道 小子 这次看在凌晨大人的面子上 就放你一马 下一次你若还敢出现在我局家的领地范围内 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们走 在警告了剑无双一番后 局明远也是带着局家的众人离开了广场 见得那局家的众人离开 剑无双也是彻底松了一口气 他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而后取出了一枚疗伤丹药吞服而下 真气运转了开来修复体内的伤势 多谢了 我欠你一个人情 在吞下疗伤丹药后 见无双看向了凌晨 向着后者拱手道谢 他刚才一度都以为自己死定了 没想到最后还能得救 能够让局家人不战自退的人 整个营州都没有几个 不过凌晨正好是其中之一 他和凌晨算是老对手 但却并没有什么交情 凌晨居然会出手救他 说明对方是个念旧的人 第1492章同行 谁还没有个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凌晨淡淡一笑 说实话 能在营州这种异乡遇到故人 连他都有些意外 不过我想不到的是 堂堂中央皇朝的大皇子 竟然会沦落到如此狼狈的境地 听得这话 凌晨身边的红叶脸上 也是浮现出一抹诧异之色 他没想到眼前这个看起来 十分落魄的年轻剑客 居然还具备着这般了不得的身份 中央皇朝 那可是统治着九州世俗界的庞然大物 而见无双身为那中央皇朝的大皇子 身份尊贵 不言而喻 呵呵 别说你想不到 就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见无双苦笑着摇了摇头 我尝试着舍弃身份 出海历练来到营州 本以为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却不想 这一路上竟是凶险万壮 他离开九州之后 便遇到了不少危险 虽然没有今天这种状况那么严重 但也有几次是险些致命的 他这才知道 是自己想错了 孤身一人闯荡历练 可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 他从柳孟茹那里知道 凌晨从那偏远的蛮荒之地来到九州 一直都是孤身一人 很难想象 以前的凌晨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 修炼意图 本就是逆水行舟 大风大浪随时都会有 凌晨早已习以为常 并未多说 玄吉开口问道 对了 你和这局世家族的人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看你似乎和那局冥乡 有些不清不楚 唉 此事说来话长 见无双叹了一口气 不过他还是将事情的 大概经过都告诉了凌晨 本来他来营州游历 只不过是路过这天守城而已 却不料认识了局冥乡 虽说一开始只是一个小冲突 两人才会认识 但或许这就是缘分 他和局冥乡打了一架之后 反而是惺惺相惜 他们都被对方所吸引 然而郝景部长 在得知他和局冥乡的事情后 这局家的人却是极力反对 在明着很难拆散的情况下 便使出了栽赃嫁祸的一招 局冥乡假装将秘籍赠送给建无双 当作是他的祝福之物 而建无双前脚刚离开局家 后脚局家的人就追了上来 说他倒走了局家的绝学秘籍 接下来就是广场上发生的事情了 如若不是凌晨及时出现的话 他现在怕是已经成了 那局明远的刀下亡魂了 你为何不将自己的身份告诉他们 你要是说了 兴许他们就不会这样对你了 彭叶有些不解地道 我若透露了身份 那这份感情便会不纯粹了 建无双摇了摇头 我从来都不想依靠自己的身份 来获得什么 我要让别人看到我的实力 况且那种情况下 就算我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局家的人也未必会信 李说的也有道理 不过我认为身份也是自身实力的一部分 该说的时候还是要说的 自尊心 总归没有自身的性命来得重要 凌晨淡淡地道 李说的对 保住命才是最重要的 其他的一切都是浮云 见无双点了点头 这一次的生死存亡 让他的心境成长了不少 性格上的傲气也是打磨去了很多 通俗一点来讲 就是变得更成熟了 这时候 他的目光方才一到了凌晨旁边的红叶身上 而后微微一岔道 这位姑娘是 她是红叶 柳生千兵卫的女儿 凌晨随口介绍到 吃尽 见无双自然听说过柳生千兵卫的大名 她向着红叶抱了抱拳 她只是奇怪 柳生千兵卫的女儿 为什么会和凌晨在一起 我只是一介仆人 阁下既是主人的朋友 便对我不必如此 彭业立刻回礼道 仆人 见无双愣了愣 凌晨面露一丝尴尬 可 你就把她当成是我的侍女吧 哈哈 原来如此 见无双哈哈一笑 以赴我懂了的表情 而后道 大家都是男人麻 只是我原先以为 你凌晨对女人不感兴趣 想不到 你也免不了俗 凌晨道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我不喜欢女人 难道还喜欢男人不成 在旁人眼里 她一直以来似乎对异性 表现得都十分淡漠 可并不是她不喜欢女人 而是她喜欢的女子 并不在身边罢了 好了 不开玩笑了 接下来 你有什么打算 是继续在盈州闯荡 还是回九州去 凌晨看向了见无双 我听说盈州有一座监狱 是天才剑客必去的地方 我正打算去这监狱中闯荡一番 见无双道 提到监狱 她的眼中也是 漠然浮现出一抹激动的神色 仿佛有些跃跃欲试的样子 显然对于那一座监狱 也是十分期待 我也正要打算前往监狱 既然顺路 那就一起吧 凌晨笑了笑道 哦 你也要去 见无双眉毛一条 玄机脸上也是浮现出了一抹笑容 道 那我可要拿出二十分的力气来了 不然的话 恐怕会被甩到连你的背影都看不到吧 剑无双虽然知道自己实力不如凌晨 但是论剑术的话 他不认为自己会比凌晨差太多 闯剑欲看的并不是实力 而是剑术 所以他才有信心和凌晨比一比 五位的好胜心 你怎么可能和主人竞争 红叶目光冷淡的看着剑无双 主人可是在之前就闯到了第十五层 这一次前往 不过是想要闯到更高的层数而已 什么 第十五层 剑无双有些匪夷所思的看着凌晨 他对剑欲有个大概的了解 十五层 他知道是什么概念 别说他了 只怕根本就没有人能够追赶这个记录 而眼下 凌晨竟又要去刷新这个记录了吗 你这家伙 果然是个变态 剑无双和凌晨比试的心情一下子就没了 不过他并没有泄气 毕竟被凌晨打击到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到现在他已经几乎盲目了 走吧 凌晨不再多说 便已是和红叶洞深略上了半空 剑无双伤势稍微好了一些 便是立刻跟了上去 三人迅速消失在了天际 第1493章在闯监狱 银州大地的正中心 监狱 依旧是以一到万丈巨箭的形状 挺立在那广阔的平原之上 释放出凌厉而斑驳的气息 凌晨三人再多来到这里的时候 监狱已经是没了上次的热闹 毕竟上次来这里闯监狱的天才有很多 这一次半年之后相对而言人就要少很多了 再加上凌晨在青年一代中创下了几乎是至高无上的记录 虽说没有人想要打破凌晨的这般记录 但是多多少少都受到了一点刺激 准备前行修炼一段时间 等待下次的爆发 不过即便是如此 这一次 依旧有着不少凌晨认识的面孔 像上次没来的北川业这次就来了 还有公本 柳生 尚全 局势 袁氏等家族的建豪 都来到了此地 因为一般情况下 青年一代会选择在上半年闯荡建狱 而上一辈 大都则是会选择在下半年那一次建狱开启的时候 动身前来 这小子怎么又来了 一名中年建客似乎认出了凌晨 旋即眉头一皱 凌晨才刚刷新了青年一代的记录不久 闯到了建狱的第十五层 这短短不过半年的时间 对方怎么又来了 难道这么短的时间内 凌晨就想刷新自己的记录 闯到更高的层数 这怎么可能办得到 建狱的每一层之间 相差的难度都不小 他们这些年 每个好几年才会来一次建狱 甚至是五年 十年 凌晨才过了半年而已 就想刷新成绩 未免太想当然了点 哼 这小子看来是自信过头了 以为建狱的后几层是这么容易闯的 无妨 这次就让他受点挫折吧 一名原式的建好冷笑道 他等着看凌晨出丑的好戏 凌晨 你来了 见得凌晨到来 北川叶也是向着走了过来 向着凌晨打了一声招呼 来试试这半年的修炼成果 凌晨嘴角泛起了一抹淡淡的笑容 这未试 北川叶注意到了建无双 后者是生面孔 而且他能从建无双的身上感受到一股不弱的建议 可以猜测出对方也是一名建客 而且能够跟在凌晨身边 和后者同行的绝不会是普通人 建无双 建无双向着北川叶自我介绍道 也是来闯建狱的 不 那咱们倒是可以比一比 北川叶笑了笑 而后看向了凌晨 至于这个变态就不用比了 这次 我估计他至少能闯到16层去 他这次来建狱的目的 就是为了试一试 能不能闯到第15层 追凭凌晨的记录 至于更高的层数 他想都不敢想 因为根本不可能办得到 建狱快要开启了 准备进入吧 凌晨的目光落在了那前方的巨大实践之上 视线当中 那千丈巨见的中央 一道裂缝浮现出来 然后向着两边敞开 出现了一道大门 狂暴的雷云 在半空中和涌荡开来 惊人的灵力波动 冲天而起 将天穷撕裂成了两半 李在这里等我 凌晨对着身边的红叶留下话后 便是化为一道流光斑 从那千丈巨见中央的裂缝中掠了进去 嗖嗖嗖嗖 一时之间 各大家族的剑豪 顶级剑客 都是犹如蝗虫一般 纷纷暴动而起 冲进了那裂缝之中 嗡嗡嗡嗡嗡 在那众多人影皆是冲入那剑狱的刹那 那千丈巨见上的光芒 也是一寸寸亮了起来 这等闯关的速度 比起之前的那一次不知道要快了多少倍 只是一眨眼间 大部分人就瞬间闯过了前面的五层 乃至于第七层 第八层 都显得极为轻松 这一届闯关者的品质 比起上一届 无疑是要高出数倍不止 不过到了第十层网上 这种势头就开始慢了下来 即便这里的许多人都闯过很多次剑狱 但是他们在面临第十层以上的那些守观者之时 依旧会感到十分的棘手 不可能做得到秒杀 约末是足足用了一个时辰的时间 凌晨方才冲过了前面十四层 再一次进入了剑狱的第十五层 噼里啪啦 第十五层空间 依旧是充满着雷霆 四面八方 都有着一道道惊雷 从那天空之上轰落而下 雷霆弥补 粗大的雷霆光柱 不断出现在周围 将地面给轰的千疮百孔 凌晨望着周围狂暴的环境 心神也是凝重到了极点 上一次 他就是在这一层被淘汰掉的 对于这里的环境 凌晨的印象可谓是极其深刻 这一层的守观者 名为雷藏 根据凌晨的了解 雷藏不仅剑术强大 他本身更是一位顶级的人者 对于雷电的掌控力 更是达到了一种极为可怕的境地 正是凭借着这一点 凌晨上次连反抗都来不及 便被那雷藏给秒杀了 轰 天空中 一道震耳欲聋的惊雷声音响彻而起 下一刻 上方的虚空陡然裂开出一道黑洞 从那黑洞之中 陡然轰射了出一道粗大的雷霆光柱 犹如一头古老的雷龙一般 悍然席卷而下 来了 凌晨眼瞳陡然一缩 这道雷霆光柱 正是上次将他击垮的恐怖手段 没有丝毫的犹豫 凌晨便将腰间的雷阴剑给拔了出来 随着棒薄蒸气的灌入 雷阴剑的表面雷霆沸腾 而后凌晨的身形便陡然暴掠而起 手中的雷阴剑自下而上帝斩了出去 雷妾 痴痴痴痴 雷霆剑芒画破光柱 将雷霆光柱给生生地劈成了两半 在那光柱的中央 果然有着一道人影 在凌晨劈开雷霆光柱的瞬间 那一道人影的目光也是锁定了凌晨 陡然一剑向着凌晨给斩了过来 凌晨这才看清楚了人影的模样 视线当中 人影几乎是包裹在了雷霆当中 就连双眼都是透露出丝丝的雷霆 这一剑 从天而降 霸道无匹 然而这一次 凌晨却早有准备 手中的雷阴剑一侧 便正面迎了上去 他从一进入这第15层开始 便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极点 同样的失误 他可不会再犯第二次 第1494张雷藏 当两件相交的声音响彻而起 震耳欲聋 璀璨无比的火星在半空中弥漫开来 剧烈的波纹 陡然扩散了开来 在交手碰撞的刹那 凌晨也是能够感觉到 有着一股极为强大的雷霆力量 倾泻进了手臂之中 令得他浑身上下气血震荡不已 如若这次不是第二次进入 早有防备的话 恐怕这一件 又是足以致命的一件 电流从全身蔓延而过 凌晨的脸上却并没有半点的距异 反而是涌出了一抹战意 雷藏是吧 就让我看看 是你对雷霆的掌控力更强 还是我的雷之真意更胜一筹 话音落下 狂暴的雷霆也是陡然弥漫而开 将两人的身形完全吞没在内 此刻 在那监狱之外 可恶 居然直到第十一层就败了 这次真是重大失误 我也是 我的目标可是十四层 监狱外面 一群中年一辈的剑客都脸色难看 在互相抱怨 显然并没有取得心中期望的成绩 那个凌晨还在继续闯 已经到第十五层了 有人注意到凌晨已经闯到了第十五层 第十五层又怎样 这小子上次就是闯到第十五层 这一次 估计多半也会原地踏步吧 是啊 欲速则不达 该让这小子明白这个道理了 几名中年剑客交头接耳地道 而此时北川业 剑无双等人 都已经从剑狱中传送了出来 北川业闯到了第十四层 距离凌晨的记录还差一点 而剑无双 则是闯到了第十二层 对于一个第一次闯剑狱的人来说 已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毕竟能够闯到第二层的 整个盈州的青年一代中 也没有几个人 就连北川业 第一次也不过只闯到了第十二层而已 不知道这家伙能闯到度几层 剑无双仰望着面前的千丈巨剑 他已经习惯了这种高山仰指的情况了 凌晨闯到再高 他也不会感到丝毫的惊讶 应该至少能到第十六层吧 北川业了解凌晨 如果对方不是有着十足的把握 能够突破自身记录的话 他是肯定不会来这里的 既然来了 那就至少是十六层以上 十六层可真是一个难以气急的高度啊 剑无双叹息了一声 这座剑与每一层都相差着巨大的难度 第十六层对于他而言 毫无疑问就是一个渴望而不可及的高度 闯到了第十六层 这家伙应该就能见到他想要见到的那位了 北川业道 剑无双面色为宁 那位指的是 公本大师 北川业直接开口说道 剑与第十六层的看守者 是二天一流的始祖 公本大师 当初凌晨说他来营州最大的目的之一 也是公本大师 原来如此 剑无双脸上露出一抹恍然之色 公本大师的名头 他在九州的时候就听说过 听说这位公本大师曾经和年轻时代的太白剑先有过交手 而且最后的结果 居然是不分胜负 可想而知 这位公本大师的实力有多强 凌晨要挑战的 居然是那样的怪物吗 嗡 就在这时候 那前方的千丈巨剑之上 光芒也是急剧闪烁了起来 那其上 赫然是凌晨的名字 仿佛即将要突破第十五层的区域 继续上升到第十六层 要冲过去了麻 北川夜和剑无双两人的眼中 几乎同时涌起了一抹金光 注意力集中到了极致 剑域内部 扑斥 一道道雷霆从半空中垂落而下 在半空中留下一道道极为惊人的痕迹 仿佛这已经完完全全地成为了一片雷霆的空间 在那雷霆弥补的空间中央 两道人引你来我闪 每一次交锋都会激起极为绚丽的电花 在半空中绽放开来 此刻 凌晨的身体上下 已是布满了焦黑的痕迹 那是由一道道雷霆梯中的留下的伤痕 同样的 对面雷脏的身上 也是伤痕累累 不比它好到哪里去 不过虽然身上伤痕累累 但凌晨的脸上却没有任何的疲惫之意 反而是显得相当兴奋 因为在和这雷藏交手的过程中 凌晨发现 自己的雷之真意意外地得到了磨练 从雷藏这里学到了不少 两人的战斗基本上是势均力敌 但是凌晨的终极目标可并不是这里 因此他不会在这里浪费太多时间 在这战斗的过程中 凌晨已经基本摸清了雷脏的攻击套路 对方用的最多的手段 便是雷级忍术加剑术攻击 相当单一 但是历史上的雷藏可不仅仅只会这一门忍术 但是在这里的守观者 却明显是被弱化了 战胜这样的雷藏 对于凌晨而言 已算不上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上次来被雷藏秒杀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措手不及的缘故 还有就是闯了前面14层 对凌晨的损耗也不小 不然这雷藏就算太强 也不至于能秒杀凌晨 雷妾 一双手臂上仿佛有着一条条粗大的雷蛇游过 凌晨陡然一剑窃出 将雷妾施展而出 在雷霆剑芒破绽而出的刹那 雷藏也是出招了 他身上雷霆光芒暴涌而起 整个人瞬间化身为一头雷龙 向着凌晨的剑芒迎了上去 庞大的雷龙撕裂虚空 向着凌晨猛攻而来 但是在和雷晨挥出去的剑芒碰撞的刹那 却被陡然割裂了开来 整头雷龙被一分为二 剩下的剑芒 依旧是以一种极为迅猛的态势展出 将雷藏的体表的雷光给窃了开来 画出一道裂缝 雷是 再度一剑挥斩而出 凌晨手中雷鹰剑的剑尖未至 赫然是凝聚出了一颗黑色雷球 直接飞了出去 攻在了那雷藏体表的裂缝上 砰 裂缝在雷霆见光的撕裂下迅速扩散 而雷藏的身体 也是陡然地爆裂开来 在雷霆之中飞灰烟灭 第十五层的手关着雷藏 击破 在雷藏的身体被轰爆的瞬间 在那视线当中的区域 也是漠然浮现出了一道封眼 俨然是通向下一层的入口 雷有急着进入第十六层 凌晨在身体盘坐而下 将身体状态调整到全胜状态后 方才进入了那封眼之中 消失不见 第1495章第十六层 外界 那千丈巨鉴之上 嗡 光芒陡然亮了起来 在那千丈巨鉴之上 从第十五层的区域 跳动到了第十六层的区域 闯过去了 望着那千丈巨鉴上的变化 北川叶也是吃了一惊 剑无双同样是有些感慨不已 第十六层 这家伙终归还是半道了 什么 这小子居然真的闯到了第十六层 先前对凌晨并不看好的众多银州高手 脸上也是纷纷显露出了 一抹震惊的神色 半年 还真就只用了半年 这凌晨就刷新了自己的记录 取得了全新的突破 达到了第十六层的高度 简直是不可思议 真是恐怖的高度 不少银州剑客都是感到心中震撼 青年一代的记录 再一次被刷新了 仅仅维持了半年的时间 就被凌晨自己给再度刷新 不愧是击败了上权异性的年轻人啊 凌晨和上权异性的一战 在场的人都没有见过 只是听说而已 他们起初都还有些不信 认为凌晨多半靠的不是自己的力量 击败的上权异性 很有可能是用了什么其他手段 或者是在借助了外力的情况下 但现在 他们信了 他们是真的相信 凌晨是凭自己的真本事 击败的上权异性 十六层 会是他的终点吗 北川雁脑海中突然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虽然凌晨闯到第十六层 这已经是一件极为令人震惊的事情 但是他却有着一种直觉 直觉告诉他 凌晨很有可能会闯到更高的层数 而不是止步于这第十六层 公本大师镇守第十六层 应该没那么容易通过吧 剑无双同样清楚凌晨是什么样的人 对方肯定不会满足于第十六层 但是守卫第十六层的 可是有着银州最强剑客之称的公本大师啊 凌晨想要闯过第十六层 哪里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剑狱之中 第十六层空间 凌晨从封眼中走出的刹那 视线便被一座大瀑布给充满 眼前的大瀑布组有数千丈高 一道道激流从那上方急速流淌而下 注入下方的水潭之中 只是扫望了周围的环境一圈 凌晨的目光便落在了那瀑布对面的位置 那里 赫然是盘坐着一名枯瘦的身影 这道人引带着斗笠 身形消瘦 形容枯搞 仿佛快要入土的老人一般 这一层的守观者 不是公本大师麻 凌晨这才想起来 这十六层的守观者 似乎正是那位二天一流的绝世强者 公本大师 一念及此 凌晨的目光也是陡然落在了那老者腰间的位置 旋即瞳孔一缩 果不其然 这老者的腰间挂着两把宝剑 虽然十分隐蔽 但仔细观察的话 依旧能够发现 传闻中的公本大师 居然是一名老者 凌晨不由唯唯一愣 他印象中的公本大师 必然是一位极为潇洒的爵士健豪 身材不说高大 但也绝对是挺拔的那种 跟眼前的这位快要入土一般的老者 形象实在是差了太多 这位老人就这么盘坐在那瀑布对面 为然不动 然而凌晨心中却没有任何的轻视之意 要知道在第十三层所遇到的诸如老者 也是一副白发苍苍 快要入土的模样 但实力却强得可怕 右手按在宝剑上 凌晨慢慢地向着老者靠近了过去 当双方之间的距离 还剩下十五步左右的时候 那名老者终于是动了 所谓的不动则已 一动惊人 红蓝两道光芒 从老者的腰间陡然迸发而出 从半空中闪耀而过 那等恐怖的锋芒 将整个瀑布都劈成了两半 凌晨的视线完全被这红蓝交叉的 两道剑芒所冲涩 再也看不到其他东西 见到这般情形 凌晨的眼中也是陡然闪过一抹震动之意 不过他早已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在那交叉剑芒呼啸而出的刹那 他也是将腰间的赤天剑和雷鹰剑 同时拔出 做交叉状挡在了身前 砰 再碰撞的刹那 凌晨的身体也是直接被轰飞到了树里之外 脚下双足离出了一道深深的痕迹 而就在凌晨刚缓过近来的瞬间 那老者竟已是出现在了面前 手中红蓝双剑凌空斩棘而来 好快 凌晨来不及思考 思维高速运转 瞬间释放出数十道飞剑互助周身 弄擦弄擦 大片的飞剑被碾成粉碎 但却为凌晨赢得了喘息时间 面对着这位赢周最有名的剑豪 凌晨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双手握剑 疑是清连剑割营了出去 然而凌晨的剑招才刚刚形成 那名老者的双剑便陡然并拢 将凌晨的剑招给劈开成了四段 老者出招的时候 两把剑的动作一模一样 达到了绝对的统一 甚至从中找不出一丝丝的不同 凌晨观察到 老者的两把剑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右手握着的红色宝剑明显要更粗大 而左手握着的蓝色宝剑则明显要显得轻巧许多 这不是随随便便搭配的 而是因为每个人的右手力道都会比左手大很多 为了达到了左右手力道的完全平衡一致 不可能改变人体的特性 那么就只能从剑的尺寸重量上去下功夫 人的双手本来是对立的东西 普通人根本不可能做到左右手统一 因为那等于是要将对立的东西做到绝对的一致 但唯独工本大师是个例外 双手绝对统一的刀法这就是二天一流 凌晨眼睛一亮心中也是不由得狂喜了起来 这不就是他一心想要领交的剑法吗 在全力抵挡住老者的二天一流刀法后 凌晨也是再度将手中的双剑分开身形飞退 之前虽说他有和公本野良进行过交手 对于这二天一流并非是一无所知 但是公本野良的刀法 充其量只能算二刀流 却还远远没有达到对立统一的境界 所以严格意义上不算是二天一流 So 老者的身体看起来十分枯瘦 但是行动却异常地敏捷 又是一道破风声响起 对方便突然出现在了凌晨的头顶 然后双手化为一道龙卷旋风一般 从天空之上杀向了凌晨 当当当当当 凌晨手握双剑 眼中黄金光芒闪烁不已 连续施展出雷切和月轮这两剂杀招 方才将老者剑盲中的狂暴力道给抵消 但是在真正的二天一流面前 凌晨的双剑流显然不够用 很快就被压制落入了下风 第1496章公本大师 在那老者二天一流的压制下 凌晨也是感觉到了一股相当大的压力 他的右手剑还好 但是左手剑却始终要慢上一拍 这样自然和公本大师的二天一流比不了 而且几乎每一招都被压制 承受的压力巨大 显向还生 照这种状态下去 不出20招 凌晨必败 也就是说 凌晨从对方那里学二天一流的机会 也只有20招的时间 超过20招 不仅没机会再学 而且会被淘汰出剑狱 但是在和老者战斗的过程中 凌晨却也是逐渐把握到了二天一流的精髓所在 原理大家都懂 但是要将原理转化为实战运用那就难了 而且这才是关键 随着战斗的进行 凌晨却逐渐忘记了自己处于劣势中 进入了一种忘我的境界 他的眼里只剩下工本大师手里的双剑 双剑飞舞 而其他的一切 甚至于环境都在凌晨的眼里淡化 不复存在 扑斥 剑芒划破了凌晨的护体真气 在他的身上留下了一道血淋淋的剑痕 但是凌晨却浑然不觉 因为他的全部身心 都在面前的一对剑芒上 原来这才是二天一流的真地麻 当剑招数达到第十九招的时候 凌晨眼中终于是浮现出了一抹明雾之色 在这老者二刀一流的猛攻之下 凌晨终于是触摸到了二天一流的门槛 而就在这刹那叫 老者的双剑已是交错纵横而来 锋芒直逼他的心脏 换做是常人 到了这种关节 已无反应的机会 但是在这一刻 凌晨却是突然双手启动 左右手达成了高度一致 几乎同时施展出了一道雷霆剑芒 停气而出 二天一流 雷窃 凌晨眼中金光暴涨 双剑同时施展出雷窃 两道剑芒仿佛是两艘快船一般 其头并进 同时飞展了出去 砰 四道剑光碰撞在一起 激发出滔天连衣 旋即四道剑光西数化为粉碎 在半空中溃散了开来 凌晨的身体被剑芒的波动轰飞出去 退了数百米方才停下 胸口气血震荡不已 但是他的心情却是十分激动 刚才的那一剑 无疑是标志着他正式掌握了 二天一流的作用 竟是在二天一流的基础上 施展出了雷窃 痛快 凌晨见上浮现出一抹笑容 这二天一流 倒也没想象中那么高深莫测 不过话也不能这么说 毕竟凌晨是从经历了 功本大师的实战之后 方才有所顿悟 若他不是因为来到这里 恐怕永远都无法踏破 这二天一流的门槛 掌握了二天一流 对于现在的凌晨来说 就像是开启了新世界一般 以二天一流施展出他原来的剑招 威力恐怕会直接翻倍 当然 这只是理论上的 至于具体能发挥出怎样的威力 还要看使用者自己的实际情况 而且 使用二天一流对于心神和真气的消耗 也同样翻倍 普通人根本承受不起 在凌晨初剑 击破了老者的剑招后 那前方视线当中 那位原老者也是陡然停下了身形 只见得对方身影缓缓落下 仿佛是力气消耗殆尽了一般 连气息都是收敛了起来 嗯 见到这一幕 凌晨也是不由得诧异了起来 难道说 这位公本大师这么快就后继乏力 体力不支 被他击败了吗 不过想想却也正常 眼前这老者的气息本来就很弱 垂垂老矣 即便对方的剑术再强 但是这具身体到底是老了 无论是力量还是敏捷程度 甚至于体力 都远远比不了年轻人 然而就在凌晨心中诧异的时候 视线当中的那名老者 身上却是突然浮现出一缕缕裂纹 卡擦一声 从老者的身上 一块枯皱的表皮陡然脱落了下来 从那底下 赫然是露出了一块崭新的皮肤 结球一般的肌肉显露而出 劈里啪啦的声音响起 老者原本略显得扣揉蜷缩的身体 陡然是高大挺直了起来 由原先的身高一米五左右 足足是变成了足足一米八 甚至一米九的高度 体型也比之前健壮了数倍 看上去并不彪悍 但是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恰到好处 释放出一股充盈的力量之感 转眼间 原先默契沉沉的老人已经完全消失 取而代之的 赫然是一名气息伶俐的中年剑客 他的脸上布满着沧桑的痕迹 似乎是跟人决斗时留下的伤痕 他的眼神如同世上最锋利的刀剑 令人不敢与其对视 而在此同时 那一对红蓝宝剑也是绽放出异常耀眼的光芒 仿佛是在欢呼着自己主人的归来 这才是公本大师的真正形态麻 见得眼前这位几乎是焕然一新的中年剑客 凌晨的眼中也是迅速亮起了一抹光芒 想不到原先的那名老者 竟然只是一道皮囊而已 眼下这副模样 才是这公本大师的真正面目 形态转变之后 公本大师的气势 无疑是强了数倍不止 二天一流 风火天伦 在露出了真面目之后 公本大师也是悍然出手 在凌晨震撼莫名的目光中 对方的左右手双剑 分别是涌出了一抹耀眼的蓝色光芒和红色光芒 蓝色光芒是极为强大的风之真意 而红色光芒则是火之真意 两种武学真意 竟是被这公本大师融合到同一招当中 形成两道庞大的风火巨轮 狂暴的风力和火力 仿佛将整个天空都瞬间充斥 向着凌晨猛然笼罩而来 面对着如此可怕的公事 凌晨只感觉气血震荡 公事还未曾到来 一股惊人的威压已经笼罩而至 几乎是让得她的身体动弹不得 破 凌晨的身上 圣级中阶巅峰的剑一喷薄而出 化为一道道立剑 将身上的束缚全部都捅破 重新恢复了行动力 在那瞬间 凌晨的眼中也是陡然涌起了一抹金光 若是换成事之前 这一招她肯定接不下来 必败无疑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她也已经掌握了二天一流 和眼前这道工本大师化身之间的差距 瞬间被拉近了许多 现在的话 入死谁手 还尚未可知 第1497张二天一流的运用 剑狱之外 早已是聚集了不少的人影 基本上进入剑狱之中闯荡的强者 这个时候都已经被传送了出来 他们当中 就算是成绩最好的人 也不过就是闯到了第14层而已 至于问鼎第15层的人 一个都没有 更别说第16层了 眼看着那千丈巨剑上光芒闪烁 北川叶也是深吸了一口气 看眼下这般景象 凌晨应该是正在和那工本大师进行着激战 一时之间 还难以分出胜负 还没有结果吗 见无双同样是注视着那一道千丈巨剑 紧密地关注着剑狱的情况 那可是工本大师啊 能够闯到剑狱第16层的人 放眼整个营州都寥寥无几 即便是进入了第16层 最终也都逃不过在短时间内被击败的命运 可算算时间 凌晨从闯进第16层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足足一个时辰了 这小子 居然能和工本大师交手这么多回合 一些中年剑豪的脸上纷纷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他们虽然没有进入过第16层 但也听柳生千兵卫北川雄界这样的大剑豪提起过 第16层的工本大师 实力有恐怖 关键第15层的雷藏 对他们而言就已经是无敌的存在了 更被说明气比雷藏大上数倍的工本大师了 而这小子 竟然能在那工本大师的手上坚持一个时辰这么久 即便凌晨此时被击败传送了出来 那也是虽败犹荣 这般成果足以让所有人震惊 这家伙 该不会能闯过这一层吧 北川雁两眼的目光闪烁着 虽说他并不相信凌晨能有能耐闯过这第16层 但是他却总是忍不住脑海里面浮现出这么个大胆的念头 毕竟眼前这家伙 可堪称是剑狱的记录粉碎机 再不可思议的事情 对方也干得出来 这绝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这可不好说 北川雁认识凌晨的时间还短 而见无双就不一样了 从他败给凌晨之后 后者就开始上演着一幕幕的传奇 天见大会冠军 紧接着进军青年一代 又在九流大会上博取了青年王者的位置 后来更是被封为剑王 正古朔金 这个人 未必就被那功本大失差 闯过这第16层 并非是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 主人他一定会通过第16层的 就在这时候 一直都没有说话的红叶突然开口了 为何 北川雁和剑无双皆是恶然 他们不知道 红叶为什么会对凌晨如此有信心 你们没发现吗 但凡主人进入监狱的每一层 只要他能够坚持一段时间 最后的胜利者就一定是他 红叶的美眸中泛起了些许的光芒 玄机接着说到 之前主人唯一被淘汰的那一次 是在第15层 被那守官者雷藏所秒杀 也就是说 除非是被守官者秒杀 否则只要坚持了一段时间 主人他必定能够通关 听得这话 北川雁和剑无双二人的眼盲也是微微移动 话虽如此 但那守官者毕竟是功本大师 和前面所有的守官者都不一样 不能用从前面总结出来的规律 应用到功本大师的身上 剑域内部 第16层 雷切十字斩 伴随着一声大喝 凌晨左手雷音剑 右手持天剑 双剑交叉在身前 身处于那半空之中 然后猛然向前斩了出去 一道十字形状的雷霆剑芒 悍然向下斩去 十字雷霆剑芒将天空分割成四块 比直地斩向了功本大师 这是在运用二天一流雷切的基础上 再度对剑招进行了升华 继而创造出了这一招雷切十字斩 威力无意要更强一筹 功本大师反应很快 在那十字雷霆剑光落下的刹那 他便反握双剑 同样是批出一道十字剑光 赢了上去 两道十字剑芒在半空中叠加起来 仿佛变成了一颗闪耀的星辰 在极度发光发热之后 便轰然爆开 恐怖的冲击坡向着四面八方席卷开来 将凌晨和功本大师的身体揭示给先飞了去 在身体飞退了数百米之后 凌晨方才勉强稳住身体 嘴角溢出了丝丝鲜血 心中却是忍不住涌起了一抹震动之意 现在的他 在领悟了二天一流之后 实力早已是今非昔比 剑昭的威力提升了至少一倍 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居然仍然无法击败这功本大师 可想而知 这功本大师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真不愧是整个营州数千年来最强大的剑豪 凌晨深吸了一口气 在触摸到二天一流门槛的瞬间 他对于这位功本大师便已产生了浓浓的敬佩之情 如若不是一位超凡托俗的爵士剑客 是绝对创造不出二天一流这样的爵士剑道的 如果对方不是出了意外而中途陨落的话 成为至强者绝对是十拿九稳 因为二天一流 这已经是一条十分完整的剑道 凭借着这条完整的剑道 已经足以让功本大师踏入至强者之境 若是真正的功本大师在 我连千分之一的胜算都没有 但可惜 你只是一道意念化身而已 让连功本大师的一道意念化身都无法击败 我又怎么有资格发扬 超越他的剑道 凌晨眼中漠然涌现出一抹灵力之色 寻常人闯到这第十六层 哪怕是能领略到这功本大师剑道的十分之一 恐怕就心满意足了 但凌晨不一样 无论是仁皇的剑道还是太白剑仙的剑道 乃至于功本大师的剑道 都只是他的参考物件而已 他凌晨的剑道最终是要吸取他们的精华 而最终也必须得到升华 凌驾在所有的这些先辈之上 即便凌晨现在说这话似乎还依旧有些自不量力 毕竟现在的凌晨 无论是和仁皇太白剑仙 还是功本大师相比 都可谓是相差甚远 说出去 恐怕只会引起旁人的嘲笑 但凌晨的意志早已决定 他的本心所指 正是问鼎那剑道的巅峰 开辟出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至高剑道出来 眼中漠然闪过一抹金光 凌晨随即剑出如龙 在初剑的刹那 从他的眉心未至 陡然喷勃出了一道极为精纯的剑意 注入那双剑之中 对双剑进行附魔 在这刹那 天地风云变色 凌晨手中双剑的锋芒陡然暴涨 仿佛瞬间将前方的虚空分割开来 第1498章空前绝后 唰的一声 那公本大师的意念化身也动了 陡然消失在了原地 只能看到一道残影掠过 公本大师便驱动双剑 向着凌晨正面冲杀而来 痴痴 两人的身影犹如两道激烈的电流一般 在半空中擦身交错而过 下一刻 公本大师的意念化身出现在了那半空之中 而凌晨的身影 则是落在了地上 扑痴 一口鲜血猛然喷出 凌晨的胸口位置 赫然是出现了一个秘密的血洞 心脏的位置被生生地洞穿 受了极为严重的伤势 除此之外 凌晨的脖子上也是浮现出了一道致命的剑痕 脖子位置的动脉被割裂 鲜血喷涌而出 两剑 无疑力外地都命中了凌晨的要害 受到如此伤势 凌晨的战力基本上被削减到了冰点 失去了再战之力 然而 就在凌晨身上的两储伤势爆开的瞬间 那半空中 公本大师手上的红蓝双剑 突然断裂了开来 玄疾公本大师的整具身体破碎了开来 被斩碎成了四块 公本大师的身体四分五裂 随即便在那半空中彻底消散了开来 无影无踪 赢了 凌晨眼中陡然浮现出一抹兴奋的神色 最后的交锋虽然惨烈 他几乎就要被公本大师当场斩杀 但是最终还是他的剑招胜出了一筹 在公本大师的意念化身崩溃的上那 这剑狱的第十六层中 也是漠然出现了一道封眼 通往第十七层的入口被开启了 此时的外界 那千丈巨剑之上 所有的光芒都已经暗淡 只剩下最后一道光芒 还在那第十六层的区域 绽放出他应有的光辉 一开始 众人皆是紧密地关注着那千丈巨剑上的情形 但是时间一长 众人便觉得有些疲倦了 自然而然关注度就降低了 就在这时候 突然间 那一道光芒剧烈闪烁了起来 有动静了 这般动静 自然是瞬间引得那众人望去 只见得那千丈巨剑上的光芒闪烁不定 十明十暗 就好像是一团火苗一般 随时有可能被扑灭 看来这小子也不行了啊 看到这一幕 一名中年剑客也是摇了摇头道 能撑这么久 已经很不错了 毕竟那可是工本大师镇守的关卡 要是被这小子闯过去了 那得了 另外一名中年剑客冷冷道 又一名老牌剑客冷横了一声 道不可能闯得过去的 那可是工本大师 整个营州都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闯过去 区区一个年轻小辈 怎么可能办得到 在凌晨之前 闯到第十六层的大友人在 如柳生家族的家主柳生千兵卫 此人就曾经闯到第十六层 而且在第十六层坚持了足足一个时辰 但最后的结果呢 还不是被扫地出门 杀鱼而归 而在柳生千兵卫之前 还有着十数位营州建豪闯到了建狱的第十六层 但最终都没能跨越这一层 这第十六层 就如同是一层绝育一般 生生地将众多建豪隔绝在外 无法跨越雷池一步 然而就在他话音刚落的刹那 嗡的一声 那千丈巨剑之上 那一团光芒陡然闪耀了起来 犹如北极星一般 释放出极为刺眼的光芒 然后猛地向上窜了一截 跳动到了第十七层的区域 这一刹那 整片建狱外的空间 都仿佛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当中 整片天地 鸦雀无声 我没看花眼吧 北川叶双眼目光一动不动地 望着那千丈巨剑上的光芒 眼珠子几乎都要瞪了出来 他的呼吸无比粗重 显然整个人都是陷入了巨大的震动当中 你没看错 剑无双同样是将眼睛睁到了最大 脸上被不可思议的神色所充满 的确就是第十七层 第十七层 就算是素来对凌晨充满信心的红叶 此刻都陷入了完全的震惊当中 他虽然对凌晨有信心 但那是他的主观意愿 从客观上讲 凌晨闯过第十六层的几率太小了 恐怕连两层希望都不到 但就是这样 凌晨却依然做到了 疯了 疯了 北川叶连连摇头 就算是他们北川家的最强者北川雄界 都是没能达到那一步 凌晨居然迈出去了 公本大师把守的塔层居然被攻破了 这怎么可能 先前所有对凌晨怀有质疑的强者 全都愣在了原地 单若木鸡 如同心目中的神话被打破了一般 世界观都被掀得天翻地覆 而打破这一切的 仅仅是一个年轻人 此此 空前绝后 一名老牌剑客在注视了那第十七层区域的光芒良久之后 也是极为凝众地吐出了几个字 已经没有其他的字也 比这六个字评价更高了 凌晨踏足了剑狱的第十七层 那就意味着对方开创了新的记录 因为自剑狱十六层以后 就没有人知道后面是什么样了 第十七层 乃至于更高的第十八层剑狱 究竟是什么样子 没有人知道 传闻第十七层的镇守者 乃是传说中的忍者之神 现在时代的许多强大的忍术 都是由这位忍者之神创造的 像风魔忍 鲜手忍 真田忍 现今这些最强的忍术流派 全部都是忍者之神的后代 毫无疑问 这是一位比公本大师还要久远的人物 已经属于神话传奇人物了 甚至连这个人是否真实存在 很多人都持怀疑的态度 更多的人认为 这是一尊许多强大人物的结合体 但是现在凌晨却踏足了第十七层 那就意味着 凌晨能够见到这位传说中 忍者之神的真面目 这种事情 光是想想就让人激动 而此时此刻 在那监狱的第十七层空间中 黑光遮日 那无尽的古老塔层之中 凌晨的身影 已是出现在了那封眼的位置 踏足了这第十七层的空间 第1499章 忍者之神 剑狱 第十七层 空间是漆黑的一片 地面呈现出一种有黑之色 到处都是枯裂的痕迹 毫无生机 天空之中 被一层厚厚的阴霾所笼罩 整座空间都阴沉沉的 让人心生绝望 第十七层的镇守者 据说乃是传说中的忍者之神 凌晨目光凝重地扫视着周围 且不说这位忍者之神 究竟是什么人物 但光凭这个称号 以及这剑狱 第十七层镇守者的地位 便能够知道 这位必定是比起那位 公本大师还要恐怖的人物 如若不然 对方又为何会被称为忍者之神 在航尽了约莫三百步之后 凌晨的目光也是落在了 前方的一座山峰上 那里 赫然是盘坐着一道全身 被黑衣所包裹的身影 黑影气息十分晦涩 而且整具身体被黑物所包裹 根本看不清楚它的真实模样 突然间 那山峰上的黑物涌动起来 那黑物中的人影 陡然消散了开来 不见了 凌晨眼瞳一缩 那原本盘坐在山峰上的人影 俨然是这般悄无声席地 失去了踪影 仿佛蒸发了一般 凌晨的注意力提升到了极点 耳听六路 眼观八方 任何一丝的风吹草动都不放过 但是即便如此 凌晨依旧没有察觉到任何的动静 反而这片天空之上 乌云汇聚 雷霆闪动 竟是降下了稀稀利利的小雨 雨水怕打在地面之上 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 雨水声几乎是遮掩了其他的所有声音 整片天地间 只剩下了雨水的声音 糟糕 凌晨面色一变 这突如其来的雨点可不是自然现象 而多半是那为远忍神所人为制造出来的环境 为的 就是混淆他的视听 让他失去对周围环境的洞察力 然而就在凌晨反应过来的时候 却已经为时已晚 不知何时 那山峰之上的黑影 已是出现在了他身后的位置 凌晨陡然转身 再上那尖拔剑挡在了身前 几乎同时间 黑影的一道手印打在了剑身之上 将凌晨连人带剑给轰飞了出去 砰 身体倒飞出去 凌晨的眼中也是陡然浮现出一抹金色 视线当中 黑影的身体陡然分裂成了三个 三道黑影 分别从不同的方向攻了过来 速度快到了惊人的地步 而这还不算完 三道黑影在包掠而出的同时 他们居然还在持续地凝结手印 只见得那三人的手印凝聚完成后 三道黑影的手上皆是多出了一张符咒 然后三人几乎同时深吸一口气 紧接着口中竟是喷出了一团炙热的火焰 火盾猛火柱 火焰在和符咒接触的瞬间 便陡然爆发开来 变成了一道粗大的火柱 向着凌晨悍然冲撞而来 分身也可以施展忍术 看到这一幕 凌晨也是大吃了一惊 眼中浮现出一抹难以置信的神色 按理来说 分身只是真气所化 根本不具备施展忍术的能力 然而在这忍神的手里 这等重要的限制条件 竟然都可以直接忽略掉 不愧是忍神 凌晨心中忍不住惊叹了一声 随即他左手僵持天剑抽出 双剑舞成了两道剑轮挡在身前 那三道猛火柱轰撞而来 狠狠地撞在了那剑轮之上 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 凌晨只感觉一股极端炙热的温度 从那双剑之上传递了过来 那等恐怖的高温 即便是凌晨的圣体都承受不住 握剑的双手间冒出了一缕缕青烟 被焚烧的焦黑一片 身体在半空中飞出了数百米远 凌晨方才落在了地上 迅速动用蒸汽运行到一双手掌上 方才将那一股灼热无比的能量 给驱逐出了身体之外 忍神 到底是如今营州忍界的始祖 明明是看起来十分普通的忍术 在对方的手中 竟能爆发出如此惊人的威力来 如今营州忍界的忍术 虽然有了很大进步 越来越往复杂的方向发展 但是原型还是在那里 现在流行的每一种忍术 都是从忍神那个时代被开发创造出来的 水盾地拳之术 雷盾风雷手里剑 土盾大沙尘 还没容得凌晨多小 那半空中三道忍神的身影 便再度结印 这一次 竟然完全是三种不同属性的忍术 同时被三道黑影给施展出来 分别上下三个方向对着凌晨悍然席卷而去 砰 地面都然爆开 喷射出一道道地拳 既射向了天际 另外一片地域 则是默然卷起了滔天的沙尘 形成了毁天灭地般的龙卷风 而在半空中 一道释放出磅驳风雷波动的手里剑 膨胀至了足足数百丈庞大 从天空中陡然降下 向着凌晨夹击而去 还真是无法匹敌的对手啊 面对着这般几乎是末日降临般的滔天攻势 凌晨也是深吸了一口气 脸色也是凝重到了极点 如果说之前的功本大师还能让他看到一丝战胜的希望的话 那么从眼前的这位忍神身上 凌晨则看不到任何取胜的希望 然而即便如此 凌晨却并没有被击垮斗志 他凌晨 岂是那么容易被击溃的人 别说是忍神 哪怕是一位至强者在这里 都无法让凌晨后退 既然看不到希望 那就用手中的剑 硬生生地开辟出希望来吧 凌晨低头瞥了一眼手中的双剑 一股惊人的意志 也是从他身上猛然迸发而出 只要剑还在手中 那么一切不可能的事情 便都会有希望 眼看着三道迅猛无比的攻势席卷而至 凌晨手中的双剑默然动了 从两把剑上 皆是涌动起了丝丝霸道的雷电 最后在凌晨周身生生凝聚出两颗巨大的黑色雷球出来 令人心悸地毁灭波动 陡然从那黑色雷球之上散发而出 吃 吃 凌晨双剑启动 两颗雷球便陡然交织在了一起 猛地朝着那半空中的一道忍神的身影轰射而出 隐生生地将前方给开拓出一条毁灭轨迹来 而凌晨的身体就在这两颗交织的黑色雷球后面 全速向着半空中冲了过去 整座第十七层 都是被毁灭的气息所充斥 第1500张放手一战 这小子 竟然和忍神大人交上手了吗 剑狱外界 那众多人影皆是目光一动不动地望着那千丈巨见第十七层的区域 一个个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生怕错过了最重要的一幕 从那第十七层区域的光芒闪烁程度来看 此时的第十七层中 应该正进行着一场异常激烈的战斗 怎么可能 此次怎会是忍神大人的对手 在忍神大人的手下 没有人能撑得过三回合吧 一名中年剑客脸上露出一抹不可置信的神色 三回合 怎么可能 连一回合都不能撑得住 另外一名老牌剑客也是摇了摇头 忍神 在他们这些人的心目中 地位比起公本大师都要高出整整一筹 因为公本大师实力再强 他也是人 而忍神 后者得到了这个称号 在他们的心目中就已经不是普通的人者了 而是神一般的存在 凌晨能够突破公本大师把守的第十六层 此时的确让他们感到匪夷所思 但还不至于到无法接受的地步 但是要说凌晨能击败忍神的意念分身 突破剑狱的第十七层 他们就绝不相信了 根本没有一丝的可能性 凌晨居然在挑战忍神 北川叶狠狠地吞了一口唾沫 眼中有着难以压抑的震惊之意浮现出来 如若银州的那些人数流派势力在这里 恐怕震惊程度还会是他的十倍以上 这场战斗 无论怎么想 都已经注定了结果 说不定 凌晨真有那么一丝希望 然而这时候 见无双却是面色沉静 与不惊人死不休 有希望 不仅是北川叶 红叶同样十一脸惊异地看着见无双 他们不知道 对方是怎样得出这种结论来的 不过想想也是 对方是九州人 根本不知道忍神在他们迎周舞者的心中 究竟是什么样的地位 会有这样的想法并不奇怪 然而见无双在沉吟了片刻后 却是缓缓开口道 这位忍神固然可能非常强大 但是他的无敌也仅仅只是在忍术方面而已 而眼下这一座监狱 主要并不是要考验挑战者的忍术 而是考验他们的剑术 所以我认为 忍神即便掌握着毁天灭地的忍术 他也不一定能在这剑狱中用出来 听得这话 北川叶和红叶几乎是同时间眼睛亮了起来 是啊 忍神是无敌没错 但是眼下这座是剑狱啊 又不是忍者的试炼之地 忍神作为剑狱的守观者 恐怕终究还是只能将其剑术的威力施展到极致 至于忍术 只是次要的部分 应该会有很大的限制 当然 这也仅仅是他们的猜测而已 毕竟又没有人达到过第十七层 没有人见过忍神的意念分身 谁又能知道 这里面究竟是什么情形 喷喷喷喷喷喷 此时 在那监狱的第十七层内 爆炸声犹如连珠炮一般响撤起来 地面被炸的千疮百孔 空气震荡 半空之中 黑光碧日 风云大作 将两道人影包裹在其中 在其中杀的天昏地暗 凌晨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 身上几乎是没有一寸完好的地方 一片血肉模糊 显得伤势相当之严重 不过凌晨的脸上 却没有任何的沮丧之意 反而是洋溢着一抹令人诧异的喜色 他惊喜的自然不是自己被打成这副重伤模样 而是忍神在这监狱当中 受到了非常大的限制 对方能够动用的忍数种类十分有限 很多强大的忍数都无法动用 而正是因为如此 才给了凌晨一丝通关的机会 如若被这忍神施展出终极忍数 恐怕他根本就不会有任何反抗之力 就会堕入那幻术当中 惨败淘汰 在凌晨的对面不远处 忍神的身体处于黑云笼罩之中 他的手中握着一把小太刀 看上去十分轻巧 对于一般的剑客来说 略显得短小了一些 但对于忍神这种忍者来说 却是近战的利器 在凌晨将先前那一波攻势抵挡下来后 忍神便对凌晨发动了近战攻击 对于凌晨而言 这事正终下怀 但即便如此 让凌晨意外的是 忍神的剑术竟也是达到了一种极为恐怖的地步 恐怕是能够做到和公本大师不相上下 这仅仅是剑术层面上 不要说忍神还精通各种属性类型的忍术 攻击手段多不生数 整体的战斗力比起公本大师 要强出一个档次 刷 凌晨身形移动 便向着那忍神的方位冲了过去 他的眼中陡然闪过一抹灵力之意 和眼前这位忍神一战 他的心中没有任何的负担 因为就算是失败 那也是极端痛快的一战 他的剑术 得到了极大程度的磨练 胜负反而不重要了 胜又如何 败又如何 都是浮云 心中想的通透 凌晨的剑法招式也是自然变得更加随意了起来 既然输赢已经不重要 那便放飞自我一战 即便失败了 那也是败得其所 而在凌晨的身影略至中途的时候 嗖的一生 身处于半空中的忍神也动了 对方的身体直接是化为黑烟 再度出现的时候 已经是出现在了凌晨的身前 那手中的小太刀神出鬼没 竟是匪夷所思地绕过了凌晨的双剑 直逼凌晨的咽喉 面色为变 凌晨的反应神经达到了极限 陡然变招 双剑封住了咽喉前方的区域 恰好将那一柄神出鬼没的小太刀给挡住 璀璨的火星陡然迸发而来 吃吃吃吃 忍神的小太刀疯狂压迫凌晨的双剑 论力量 他怎么可能是忍神的对手 眼看着小太刀的锋芒就要割裂凌晨的咽喉 凌晨眼神默然一变 他竟是直接右手撒手 竟是撇开了手中的雷音剑 然后以闪电般的速度将腰间的第三把宝剑 灭魂剑给拔了出来 继而向前刺了出去 卡擦 在凌晨初见的刹那 忍神的小太刀已是从眼前一闪而逝 竟是从凌晨的脖颈间划过 将后者的脑袋给生生斩了下来 然而就在凌晨伸手分离的刹那 他那一具无头身体 却也是完成了刺杀的动作 灭魂剑 以一个斜斜的角度刺进了忍神的咽喉 洞穿了忍神的脖颈 请 请 请